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遗憾 我要有段小录像把它录下来就好了 就是当各个地区的代表上来领奖的时候 来自非洲的 美洲的 中东的 欧洲的 亚洲的 我说如果有这段录像拿回去给我家人放 给单位放放 他们问这是什么公司啊 今天做到这样的地步 我觉得给我们非常深的印象 当然今天这个题目呢 关于将军的产生 是以上回题目相映照的 上回是关于队伍的灵魂以血性 那今天是关于指挥层 关于将军的产生 对指挥统帅和决胜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题目 当然我们对企业确实不太了解 我们主要从军队的角度讲 但是呢很多东西呢 就像任总讲过一样 对企业很有借鉴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从军队的角度讲 将军从军队来看将军怎么产生 你看我们中国 我们说将军最早是春秋时期 出现将军这个称号 春秋时期的将军呢 就是清 中国古代有官叫清 以清为统军 清即将军 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 那到了战国 战国就是将军成为一个正式的官名了 前将军后将军 左将军右将军 出现这样的了 那么到了汉代 将军的地位就已经是 大将军 标起将军 就位次陈相 仅次于陈相 车起将军 魏将军 前后左右将军 位次上兴 就是非常大的官了 那么将军呢 在我们古代的解释呢 就像左传解释一样 起将军实之而有不足 将军还缺吃缺穿吗 我觉得当然这个 我们古时候对将军的解释呢 大约注意 这个解释来自于什么呢 待遇 将军的地位 位次陈相 是这样一种地位 待遇 起将军实之而有不足 这是我们讲 你看很大的官 很荣耀 有人抬轿子 然后都衣食无忧 那么这一点呢 和这个近代以来 就是西方的有差别不一样 你看 中国的将军最早是这么产生的 西方的将军最早产生古希腊 古希腊 当然我们有地区代表部 就在这 就在这个希腊的方向 欧洲方向就在这 古希腊的将军 他们是将军 然后呢 衍生成了 斯卓提神 将道 为将之道 就怎么当好将军 然后 产生了斯卓特这一 战略 就是 你看他这个顺序 他不是起将军实之而有不足 他是将军是战略的起源 谁搞战略啊 将军搞战略 战略这个词 斯卓特这一 本身就是从斯卓提这个词 衍生而来 他本身就是为将之道 取胜之道 所以这一点呢 这是中海的有差别 当我讲将军的待遇 起实之而有不足的时候 我说你看双方出现的差异 我们叫起将军 起将军实之而有不足 他呢 起将军仇之而有不足 将军要仇化 要运作 要规划 要规划长远 要比别人看得远 这就是呢 我们从一开始出现的 我讲 这个将军 中外出现差异 这种差异呢 就是我们看别人怎么形容这个将军 当然这个将军的 这点来看呢 最早给这种 将军必须懂战略了 那战略strategy 他就是从将军 衍生的 最早给战略下定义的 德国人 海英里希比洛 他讲什么叫战略 战略是关于在世界和大炮射程以外 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如果在 社界以内 进行军事活动科学 是战术 战术是在大炮射程以内 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战略是在大炮射程以外 进行军事行动科学 你说定义其实挺粗糙的 不很严密 但是呢 很直接 一下就揭持了战略本源 超出事据以外的那些东西 你怎么把它定义 这是呢 我们看英国人做的这样的定义 这是德国人 最早的海英里希比洛 他做的定义 然后后来 不断地有人对战略做定义 英国人 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手段 以求达成政治目的的艺术 就他核心是分配运用军事手段 怎么样有效分配资源的问题 俄国人 战略是战争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 都不一样 侧重点都不一样 美国人 战略是通过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 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就战略一定要用武力 没有武力支撑 什么都是白扯 这点美国人倒很直接 下面中国 中国是战略研究全局性的战争指挥规律 就各国对战略的定义都有差别 但是呢 毫无疑问的 不管再怎么差别 有一点是共同的 都是在火炮社界以外的问题 他考虑的不是火炮社界以内的 是考虑火炮社界以外的问题 以外的问题怎么筹划 怎么运用 那么呢 就是当讲到战略的时候呢 德国 普鲁士 普鲁士之父 菲特列大帝 他就对呢 对 菲特列 当然他的英名据说是除了亚利山纳 凯撒 拿破仑 那就他了 名声很大 西方著名的军人物 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军官非常不满 他觉得手下的军官全都是一些不考虑大问题的人 他就讲 军队行军之时 他跟着行军 军队扎营之时 他跟着扎营 军斗战斗之时 他跟着战斗 对绝大多数军官而言 这就是他们的军力生涯 跟着打仗 跟着从事日常例行公务 直到虚发花白为止 他说 很多军人日夜忙碌于各种琐事 对于布阵之道 也就日渐生疏 这些人不放胆高降云端 而只知道如何在泥脑里照老样子爬行 他们永远不会感到困惑 也就永远不会知道 他们至圣或败寂的由来 就是将军 军官 你如果只会跟着干事 或者只是被眼前的事情所忙碌 而不能放胆高降云端 而只知道如果在泥脑里照老样子爬行 那你就永远没有这样一个 真正将军应该有的这个strategie 他这种事业 你不具备这种东西 那么这是菲特列大帝所指的 你看今天美国的要求 美国今天对于这种要求 当然我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美国国会所提出来的 美国国会 第101届国会 众院军事委员会 他所提出来的 我们觉得因为全国人大 他管战略 美国国会还管着领导人的战略 他这什么事都管 他讲 从人们提到的多种特质中 本委员会提出四个特质 可以看作是成为理想战略家的前提 第一 首先必须具有分析能力 能够超越孤立的事实 或某一领域专长 看到并整理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次 必须是实用主义的 能够有意识的重新构建自己的战略模式 使之符合形式和实际的需求 战略从来不是追求理想境界 不是追求乌托邦 他要实用一定要实际的 第三 必须具有创造性 经常要挑战现状 第四 必须接受过多种教育 要具有战略思维 就必须是一个通才 而不是专才 战略是多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 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大幅度的深入 他讲知识的宽度 融会贯通 这是美国人提出的这点 当然美国他提出这点 因为他有个基础 就美国人对军人 对高级军官 甚至他从校官开始都开始 从卫官开始都有战略课 他的这种需求 就是我们平常讲存在决定意识 那他的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他的存在就是全球存在 他的六大司令部全就存在 你看我们军区把国土都划光了 他把世界都划光了 这是他的北方司令部 北美 南方司令部 南美 欧洲司令部 整个欧洲东欧西欧全在里面 不像咱们华为分了好多细块 欧洲司令部全在里面了 中央司令部 中东和中亚 有块地方 非洲司令部 然后最大的太平洋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司令 访华的时候 简直我们就闹过了好几次矛盾 太平洋 我们到太平洋总部的在夏威夷 我们到夏威夷 你看美方介绍 拿个激光笔给你介绍 就是我太平洋总部 东起美国东海岸 从这开始 西至非洲西海岸 当时没有 当时他跟我们介绍 还没有非洲司令部 非洲司令部是最新成立 当时没有非洲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东起美国东海岸 西至非洲 东起美国西海岸 西至非洲东海岸 地球表面surface 它叫surface 地球表面53%的面积 我们听了觉得奇怪 怎么你看中国 中国面积全是太平洋总部的 它的所谓安全范围 他想我负责地球表面53%的面积 我太平洋总部 我说你看他这个对战略的需求 他是从根本上需求的 所以他对我们就很不满意 因为我们邀请太平洋总部访华 我们老是南京军区司令邀请 广州军区司令邀请 他说你的总参部长邀请我访华 他说你的南京军区就一小块啊 你就这一块嘛 你广州军区是这一块 我太平洋总部地球表面52% 我们跟他说你再52% 你也是个战区 我也是个战区 我们战区对战区 所以我们邀请他访问 始终是南京军区司令和广州军区司令邀请他 他就非常的不爽 他就觉得不对的 太平洋总部你夏威夷 夏威夷经常召开环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 我说你是什么呀 他就美军一个战区司令 他跟个酋长一样的 环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 都跑他拿去开会去了 我们不去 当然他还太平洋 这就是 当然你从这点看呢 他有这个存在 所以美国的战略追求什么呢 他基于他的基础 他的这种追求 你像是 我这就讲到这 讲到他这个最新的非洲司令部 非洲司令部也就是2005年06年刚成立的 成立以后连司令部都找不到地方 想放在利比利亚 然后非盟组织 绝不许利比亚建非洲司令部 如果建了 非盟组织要制裁他 利比利亚呢 本来想建非洲司令部呢 赚点钱 租金呢 各种消费都很高 然后呢 不行了 后来就把这个司令部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 现在终于又找着了 摩洛哥 现在把非洲司令部放在摩洛哥了 我们呢 2008年2月份 当时在上海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 我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双方的碰撞 这个工作会晤呢 中方是 我中方的首席是我们国防部的外事办公室主任 钱丽华 美方的首席是他的国防部部长助理谢维森 双方讨论呢 上午讨论双方的核战略 下午讨论双方的非洲战略 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核战略 但是我们上午呢 有些概念串子编了编了 反正把这对付过去了 就在中美的核战略讨论完了 下午讨论中美的非洲战略 我们就挺头疼 我们也没有非洲战略 中午吃饭的时候商量 钱丽华就带我们去 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说就是 我说还是据实相告 没有就说没有 后来我们就达成协议 下午跟美国人说没有 非洲战略没有 下午会谈开始 美方先谈美方的非洲战略 台湾请中方谈 我们说对不起 我方没有非洲战略 美国人不信 美国人说你们不透明 你讲出来没问题 透明一下 透明一下没问题 不是别的意思 你讲你的 我想我的 我们协调一下 达成各自在非洲利益最大化 不是说要遏制 你遏制中国 是各自非洲利益最大化 我们讲最大化 我们也没有 真的没有 他还不相信 他举出了 我们是2008年2月份 在上海跟他谈的 他举出了2007年的例子 2007 美国对非洲的贸易额 160亿美元 美国也组建了非洲司令部 2005就组建 2007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 600亿美元 你们怎么可能 没有非洲战略 我们600亿 我们2012年 对非洲贸易 1900亿 2003年 对非洲贸易 2013年 对非洲贸易 2200亿 还没有非洲战略呢 你别说600亿了 没有非洲战略 我们2013年开始 智囊机构 研究机构 开始研究非洲战略 你看美国160亿 他组建非洲司令部 他非常不理解 你们600亿 你们没有非战略 我说2200亿都没有 因为我们到非洲 各企业分头去的 你看国企 民企 华为 自己去的 不是国家有组织行为 风险评估 安全保护 然后资源共享 没有的 都是单打一 有色金属 石油 然后建筑 然后华为电信 你看都是奋斗去的 我们没有统一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今天中国这种战略牵引能力非常强 这个强不是说我们要扩张 怎么着 我们今天强是什么 企业早就走出去了 恩格斯有句话 实践之术长青 而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你看我们现在理论 它永远是灰色的 它赶不上实践的步伐 赶不上去 而且我觉得呢 包括我们 你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播的新闻 领导人下矿井啊 走基层啊 访农村啊 当然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以今天中国的发展态势不太相符 我觉得哪一天我们领导人下非洲的矿井 走南美的农村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啊 我们已经全球化了嘛 我们今天欠缺这点 我们很多领导同时还是在国内的村庄啊 我说你的企业 你看起早都走出去了 我们还在960万平方公里 我说你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呢 中国的非洲战略 中国的美洲战略 中国的中亚战略 中国的东南亚战略 呼之欲出 发展迁移非常强劲 不是我们要设计个东西 让大家去实现 是企业早都走在前面了 拉 还没拉动呢 就迁移力非常强 我觉得这就是呢 我们的讲到 将军战略 strategy 他这个前身就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划的话 你就不行 所以我们今天呢 美国的这些 他的国防大学的将官班 都是资深的中校和准将 中校上校准将 到我们学校 一个我们指挥员班会谈 我们指挥员班也是 正师预提将军的 你看双方一会谈一开始 这些美国人偷偷是道 国际大事偷偷是道 我们呢 好多人都不了解 中东最近又怎么了 也不太知道 俄罗斯又怎么回事 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个视野的问题 没有提出来 美军来了一个上尉 一个少校 讲国际形势 头头是道分析的 中东的S 怎么怎么着 美国应该怎么怎么样 头头是道 我们就觉得他夸夸其谈 我说你谈你也得谈 我觉得人总讲的 在讲评上好 就吹牛 你也得吹 你吹好了你就行 我们呢 就是你太内敛了 你太不善于 你如果你都不认识他 你怎么分析他呢 你怎么形成自己的 政策和战略呢 你这是问题 我让给大家举例子 2008年 举例子之前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个 美军的 你看他的六大海外总部 太平洋总部 北方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 非洲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 然后他的九大司令部 战略司令部 运输司令部 特种作战司令部 所以他这种全球的存在 他全球的胃口 他有着需求 他也是牵引 他的牵引力非常强 他这种牵引 从新命运开始 你看美国海军征兵 这是什么海军征兵的口号 Go Navy C World 到海军来吧 周游世界 你来吧 你到海军呢 好 好处 当然我们现在呢 我们不周游世界 我们到海军来 就是我前不久 有个上海的一位同志问我 他的一个孩子想参军 问我参加哪个军容比较好 我说我建议你到海军 到海军到作战舰艇 我们现在海军也 雅丁湾了 然后地中海 然后突破第一岛链 我们也 以前我们海军都在第一岛链以内 都在沿海 你现在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呢 我们说你没有这种地区牵引 那你肯定不行 我们现在慢慢的 也开始 就是我们的这个利益诉求 你这种利益诉求 你的企业都走出去 他牵引力非常强 对国家战略 对领导同志的战略思维 都要产生很大的改变 当然他这个滞后角度很大 走出去好多年了 关键他改了一点点 跟不上去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实践之数长期 他就是这样 所以美军这种长期的存在于世界各地 他的这种视野呢 产生了一批的这种 他的高级将领 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 我这举的就2008年4月份 当时海军陆燃队的司令康威 到北京访问 访问了我们舰队 陪同看了很多东西 到北京访问 最后一个节目呢 跟国防大学会谈 康威四星上将 他带了好几个两星的中将 他几个陆燃队的市长来 跟我们会谈 当时呢 应该我们校长跟他会谈 我们校长也是上将 上将队上将 从礼节上也是对等的 我们校长不愿跟他谈 我们校长说呢 你今天上午你跟他谈 我说我没法跟他谈 我是一星啊 对方四星啊 我说我怎么跟他谈 校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跟他会见15分钟 然后你看 中午我请他吃饭 上午我不参加 校长间就不参加 我上午就硬着头绪跟他谈 我带了几个 我带了六七个大校 康威四星上将 好几位两星的少将 还有一星的准将 在那谈 我当时为了避免尴尬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们这个阵势有点 太不对等了 为了避免尴尬 我就来个先生夺人 我一开始我就说 康威相亲 我现在非常关心 你最近正在研究什么战略问题 其实我这个话 就跟问 吃过饭没有 天气好不好 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没有事先的目的 就纯粹是个过门 我们想到康威很认真地回答 给我授予很大 他说我最近正在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 世界穆斯林的人口 2008年 那现在七年以前了 20世纪初 世界穆斯林人口 三亿不到四亿 21世纪初 是穆斯林口十六亿 他说以色列 以色列六百多万人 犹太人 三百多万 阿拉伯伊 三百万 他说到2030 最迟2050 以色列的阿拉伯伊 超过犹太裔 以色列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 选一个阿拉伯伊的 以色列总统或总理 成何体统 他们觉得非常可怕 我们今天看 他就是有问题 穆斯林 现在全世界生育率最高的 第二种 黄州人 白种人负增长 这很大的麻烦 欧洲负增长 美国正增长 稍微正点 美国的正增长 主要来自于 墨西哥人 博多利个人 然后亚裔 然后非洲裔 也是来自于有色 人种 所以 他们正在研究什么呢 世界未来出现的麻烦 我们叫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他们觉得前面充满了凶险 前途真是光明的吗 未来全世界 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 最近 我看这个短信上 有个东西 法国 埃菲尔铁塔 中间突然间鼓起来了 鼓成一个清真寺了 下面趴了全是人 做礼拜 说法国已经整个变过去了 当然那个 有点这种恐怖的形式 但是呢 我说你看对方的 将军在关注什么问题 他跟我讲两个问题 第一 全世界穆斯林人口 他决定将来很大的麻烦 第二 可以引用的洁净水 石油资源 70年80年开采遗迹 海洋石油 150年没有了 他说150年 以后我们在争什么呢 中东还打仗吗 中东地下没东西了 还打仗吗 争什么呢 可以引用的洁净水 水源在哪里 二十世纪出 地球人口16亿 总共16亿 二十世纪出现 地球人口70亿 地球外面 16亿变成70亿 水源在哪里 未来可以引用的洁净水 那我们一说 洁净水 我这么想起来 我们中国人不由得想起 那个贝加尔湖 全世界淡水储量的 23.8% 在贝加尔湖里 就一个湖 淡水储量 23.8% 所以我们黑龙江省的 副省长孙瑶 原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 他就跟我们讲了好几次 在我们那儿学习中 黑龙江的副省长 讲好几次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鲜卑人的地方 鲜卑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 但我们给丢了 没有了 现在不要说别的 一个贝加尔湖 国家安全态势 整个全面开关 未来主要争夺的重点 什么叫战略 我说你看 康威所讲的 穆斯林人口也好 可以引用的洁净水也好 我说当这个问题发生什么 康威可能连骨灰在哪都找不着 都没意儿了 你死多少年了 没问题 但他们在琢磨这些问题 他们绝不说 我们这一代富足了 我们就行 他们在为子孙后代着想 这是战略所追求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我们从军人来看 我们必须得追求的东西 就是说 今天军队建设就是这样 它最后最终是一个 人的比拼 人的素质 人的事业 所以我们从今天看 教育 训练 经验 就成为 当然也是世界上通用的 所谓将军 产生的在和平时期 那主要通过这样的渠道 衍生这将军 教育训练和 和这种经验 我们首先看教育 我们讲的教育 小平同志三个面向 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美军的教育 面向战争 面向对手 面向未来 面向未来跟你讲 他琢磨的太空战 搞了很多 但是呢 面向对手 面向战争 我们呢 我们没有什么家用地 我们主要想就是 我们军队落后 一定要现代化 而且我们军队封闭 一定要向世界学习 所以我们就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他是要维持住霸权 对手是谁 什么形式经营 战争 这是双方的差异 就是教育 军事教育和这个 地方的一般的教育 它差异在哪里 它教育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美国著名的 军事学家 亚丽山大贝文 贝文亚丽山大讲的一样 一切伟大思想 都是简单明了的 诀窍 在于敢在别人前面 明白他们 一定要敢在对手前面 明白伟大的思想 否则你就全程被动 那么军事教育的目的 什么呢 军事教育的目的是 一定要敢在对手之前 明白这些 使你能够获得胜利的 伟大思想 这是你教育的目的 而不是仅仅是知识传授的 这个问题 那么在讲到教育的时候 你从面上看 你从面上看 英美他们都有非常完善的 这种教育体系 你想英国的 他的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 桑赫斯特学院比西点军校 自立还要老 西点的很多东西 就从这来的 包括克隆威尔皇家空军学院 布里塔尼亚的皇家海军学院 还有他联合指挥参谋学院 皇家军事科学院 皇家国防研究院 我就是2000年就在皇家军事科学院 那儿学习 这是英国的 他整个军事教育体系 你看美国 美国的 他的陆军军官学校 就是西点 海军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空军的克劳拉多军官学校 就是初级军官 未级军官 然后他的中层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 海军研究生院 然后陆军战争学院 海军战争学院 高层的了 陆战队大学 空军大学 国防大学 就是通过教育 培训的未来的将军 当然 在这个军事教育界 有广泛传有这么句话 就是说 这个话也是个笑话 这个话就是 怎么讲 就是说 想吃苦到英国军校去学习 想学真东西到美国军校 想叔父到中国军校 因为我们呢 我们讲叫外事五小事 来的都是外宾 一下飞机 我们派人去接去了 他一出关 行李都不用搬 行李不用搬 我们通讯员 起母兵全上去 全部装箱 全部弄好 然后在我们的国防大学 法务学院学习 每周六周日 我们派大班车 把他拉到红桥 那带有各种各样的便宜的 中国的什么特产 特色品 我们还配翻译 我们翻译 帮他砍价 把价格砍下来 买便宜东西 然后他们最后毕业 一个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的装 往国内搬东西 我们帮他托运 帮他弄 全部帮他走 我们在英国学习 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 通知你来报到 怎么来 人家不管 你到那天准时到这个学校的报道处 报到 然后那天学习完了 最后毕业仪式 毕业证都发了 走了 从今天起就结束了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免费晚上 明天住这可以 收费了 你怎么走你自己的事 我们那个皇家军事科学院 在伦敦西部160公里 叫斯文顿那地方 水文顿那地方离得非常远 你怎么走你自己的事 你打车也好 出租车也好 你交通工具 你自己的 跟我院校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在那个英军的院校 这个学习 哎呦 我觉得吃尽了苦头 这是皇家军事科学院 它简单是RMCS 我们当时 一去了 住在地方 罗伯特 大厦 我一看分我屋子那么小 非常小的一间 我觉得跟个秋饭 差不多一样 没有独立的洗手间 就军官都是高级军官啊 没有独立的洗手间 屋里呢 就是一个床 那床很窄 你一翻身 说明就掉下来 然后有个洗脸池子 洗脸池上有面镜子 其他有个办公桌 就没有了 呃 公共 就是那个卫生间啊 洗澡的地方 都是公共的 我就说房间怎么这么小 后来韩国军官跟我提示 韩国军官 我们都是东方的嘛 关系比较好 他说呢 你得抗议 他说你是大校 我当时去呢 是大校军将 C年科诺 他说你是C年科诺 这房间太小了 是中校住的 罗特那个科诺住的 不是你住的 你是C年科诺 你是抗议 我说抗议行吗 他说抗议 毕竟提抗议 我到门口 我说好 我抗议 我房间太小了 房间小吗 我说我是C年科诺 我房间这么小 好 你房间小 赶紧给你看 调 马上条件大的 房间大的一倍 但是还是 床一翻身掉下来 还是一个镜子 一个水池 房子大了一倍 他兄弟俩都没有 都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讲 要学习到英军的院校学习 就是这样 我们每天上午 五节课 我们总觉得 东方的教育是 田牙式的 灌输式的 西方的教育是 启发式的 诱导式的 我说我们在英国学习 没有启发诱导 全部是田牙 我们上午五节课 下午三节课 上午观众 晕头转向 下午三节课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 只见他嘴皮动 他这个脑子 对英语 完全迟钝 反应不过来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脑子也高度疲劳 中午到十二点钟 下课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 一个小时 连午休带吃饭 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吃饭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罗伯特大厦 大家看过 我们走的路 一点走过来 非常长的路 他的宿舍 穿过去还在这一边 我这图的图不来 走路 英国人说十五分钟到了 他们人高马达十五分钟 我们得走二十分钟 中午十二点钟下课 二十分钟急忙的奔回来 到罗伯特大厦 就餐 就餐时间顶多二十分钟 你还得二十分钟走回去呢 二十分钟走回去 累疲劳不堪 往那一坐 满头汗 下午收合开始了 云头转向 英国人的课程安排非常紧 说想吃苦到英国军校 然后我们统一 因为离伦敦比较远嘛 你要到他的白厅外交部 要到国防部 连个参谋部去实习 一个大轿子车 帮我拉去了 拉去了 我们班长 像大班主任泰勒 泰勒教授跟我们讲的 各地方离得很近 我们从白厅完了以后 到国防部 连个参谋部都很近 咱们走路就行了 后来我们才明白 因为伦敦停车费非常高啊 他不愿意把大轿子车停在那 他大轿车开回去了 下午再接我们 我们一个白天 我觉得我们三十名外军 高级军官 就跟那个难民一样 就跟徐利亚难民一样的 我们一伙的人 跟在泰勒教授后面 往白厅赶 白厅完了 往连个参谋部赶 往国防部赶 英国那冬天老下小雨 蒙蒙细雨中 我们这高级军官 就在路上一伙的人 三十多人 走着上 走着那 科威特那个准将告诉我 我一辈子没走过这么多路 戏坏了 科威特 大家都是 科威特十有美元 那很富啊 我们住在皇家军事科院 不是离伦敦一百六十公里吗 我们都是 就像我说那个宿舍 床板很窄 一翻身掉下来 连洗手间也没有公用的 所以我们那儿学员 科威特的 阿曼的 卡塔尔的 他们那几个中东地区的 十有美元的 他们的军官 他们都不在皇家军事科院住 他们在伦敦 住四星五星级的宾馆 他们租了奔驰车 每天早上开过来上学 每天马上开回去 一百六十公里 来回跑 绝不坦得住 条件太差了 所以说我一辈子没走这么多路 全在伦敦走过来了 我说你看就是 就像西方讲的 就是学苦 要吃苦 他到英国军校 但是呢 我觉得我在他这儿呢 也获一句的 他的这种指挥技术 完全合在一起 不像我们 你看到国防大学学指挥 到国防科技大学学技术 纸记分离 那今天你这个 尤其到了高层 必须纸记融合 我说你看英军 皇家军事科院 他的纸记融合 纸记技术的融合 我们呢 学习他叫坦克赛 就是坦克中心 英国的坦克中心 就在这儿 全球安全研讨中心 然后联合军种指挥 以参谋学院 新材料中心 各种什么尼龙 凯夫拉 那种弊弹的这个系统 航空发动机 以动力中心 英军最大的风动 就在这儿 火炮中心 地对空 以地对地 导弹中心 计算机中心 联合国的灾难救助中心 还有联合作战条令 以新概念中心 还有他的皇家军事科院的总部 和作战模拟中心 就他绝对保密的地方 就像我今天中午讲的 我们最保密的地方 那英国人告诉我们 美军军官来了 都不许进入 我们的作战模拟中心 美军军官来 不许进入 然后防务管理中心 我们在防务管理中心 开会 啪啪啪 旁边就炮响 我们就在这儿开会 旁边不停地爆炸 我说怎么回事啊 新型火药中心 正在实验新型火药 光光在那儿炸 他的皇家军事科学院 你看直升机停机坪 他的伦敦来的高级班的学员 全部做直升机过来 所以我就强烈主张 我们国防大学 我说一定要腾出操场 做直升机坪 我说国防大学 连个直升机停机坪都没有 你怎么叫国防大学 你这太差了 另外你看他的路上 他的百佑路上 都是坦克履带的印子 挑战者 坦克 正在那儿走着 挑战者 开过来了 路上压了都是印子 这是他 你说他苦 但是他把指挥技术完全融合 这是英国人 他的这种理念 他认为呢 一个现代的国防 他是什么呢 就是technology和management 然后最后和strategy的结合 这三者 技术管理战略 最后是什么呢 国防 结合成国防 就是技术管理战略 最终的结合 而不是我们光 仅仅是运筹的问题 仅仅是资金的问题 仅仅是资源的问题 他的技术 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到这些呢 就说呢 在今天 你看培养将军的路数 也完全不一样 他是按照这个路数的 那么呢 美军 美军呢 他这种专业化 就像我觉得 我上回已经讲过了 就上回讲的 关于军人的 关于队伍的灵魂 美军这种严格的 逐级 你说他的中卫的课程 中卫的课程 到上卫的课程 到少校的课程 到他的中校的课程 到他的上校和准将的课程 完全分阶段的 各个阶段 你任职了以后 你作为中卫 你两年以内 你必须得完成 三个月六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课程的教学 当你成少校 你在两年到七年 你就必须完成 三个月到九个月的培训 他的逐级培训 和平时期 没有战场的环境 那么他非常强调 这样一种环境 就你怎么能够在 现有的情况下 在军人的整个军生涯中 不断的 完成这种培训 他力图打造于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以战场实践脱节 你不要以最新的技术脱节 不要以最新的作战方法脱节 当然军事教育 力图要做到这点 但能不能做到呢 也很难 拿破仑局名言 很少可以找到 愿意打仗的将军 很少能找到 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将军是种待遇 俄罗斯叫拼花地板将军 什么叫拼花地板 没上过战场 从这个办公室 走到那个办公室 成将军了 拼花地板 那么这是和平时期 带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这个 他的军事学者 贝文 亚利山大就讲了 对高明将帅 如何决胜的理解 是从认识平庸将帅 何以不胜开始的 军事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 交败战 你看那些平庸的将帅 他怎么翻车的 怎么栽跟头的 你必须得交这些 你交的绝不是 从胜利走上胜利 你交的是 从失败走上胜利 而是大量的 失败走上胜利 你看那些将军 怎么翻船的 你才有可能考虑 你怎么样做一个 稍微高明一点的将军 所以我们说呢 就这句话 军队训练教育的 唯一标准 就是是否适应 未来战争需要 战争有权改变一切 没有固定的教案 没有议程不变的课程 美国国王大学 他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学府 他的课程每年更新量三分之一 更新的非常快 他就是说呢 随着战争的发展 随着冲突的发展 课程在不断的更新 没有唯一的标准 这是我们说呢 他们这种教育 从这种呢 就是说 如何培养将军的这种教育 从你的位观就开始 甚至从你的入伍就开始 如何培养将军 那么一步培养 第二步训练 欧文堡训练中心 全世界最大的陆战训练中心 欧文堡训练中心的名言就是 成功的秘诀 是在第一次战斗前 挑选并训练好指挥官 使他们在遭受伤亡前 得到最好的训练 遭受伤亡之后才开始训练 浑身伤疤的训练 夹着拐的训练 那肯定来不及了 遭受伤亡以前 尽量得到最好的训练 这是我们说呢 还有一个英军的 惠林顿 就拿破仑的战胜者 他讲一句话 滑铁楼株战 是在伊顿工学的体育场上 打赢的 训练 严格的训练 就是你的胜利 奠基在什么地方 胜利奠基在 严护的训练里面 他这种训练所达成的 统一的协调的一致 我们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 印象非常深刻 威林顿讲的 滑铁楼之战的 是在伊顿工学的体育场上赢得的 你看英美 他这个橄榄球很普及 我们当时在皇家军事科学院 学习的时候 当时我们到了第二天 晚上就发生了个问题 发现校内有炸弹 所以我们是下了学之后 又走了二分钟 就走到我那个罗伯特大厦 走到那的时候 我们道路完全被封锁了 各种的黄条全部拉了 不让进去了 然后机器人开始把那个车辆 汽车的后备箱 有人体炸弹 我们当时怀疑是 爱尔兰共和军 放的这个炸弹 不知道是谁 他说呢 你们都是外军军官 你们赶快到你们那个 罗伯特大厦去 我们刚刚进了罗伯特大厦 非常急促的桥门 他我们进大厦 这就通知我们 你们在宿舍里待着 一定不要到窗口 因为窗口炸弹 一爆炸碎玻璃 可能要把你建商的 要求你到这个宿舍里去 我们到宿舍里 我刚到宿舍里 刚把包放下来 当当当 非常急促的 乔美 乔美一开开 你全身迷彩的英军战士 站在这 先生 你必须离开这地方 立即离开 马上跟我走 这个大楼不安全 说爆炸的威力很大 可能一面墙都要倒 我们楼四层楼 很吓人 我们赶紧跟着他下来了 下来以后到了后门 我们一堆人对到后门 一批英军的军官 他们刚打完橄榄球回来 都穿着短衣短裤 很短 橄榄球打回来 我们对到外面 实验不能回去拿衣服 因为一爆炸就要发生上网 都对到外面 挺冷的 当时一月份 2000年一月份 大家冷了才原地跳 我看了看 没有一个人牢骚满腹 没有小道消息满天飞 没有穿 哎呦怎么怎么着 没有的 都说我等什么呢 你们在那 等权威的消息来 然后听伙太冷了 把我们招到他的临时 一个会议室里去 我们那个教授 泰勒教授 耀阳为的 平常是英国著名的 安全问题专家 我们都坐在座位上 都坐好了 泰勒教授来得晚 靠在墙边 连座位都没有 也没人给他让座 一屋子挤的都是人 大家都在谈别的问题 整个礼堂 就是大家就预展了 欢声笑语 谈的很高兴的事 什么星期天到哪去了 孩子都在那 都谈的问题 没有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传小道消息一点没有 我觉得他们这个规矩 非常规矩 等谁呢 来了一个人 耀武扬威站在台上 全场安静 我现在发布 怎么怎么情况 炸弹排出到什么地位了 在台上 岁数比较大 耀武扬威 我们觉得 这家伙真不简单 我们以为是当地驻军 一个旅长呢 等到第二天 我们照相的时候 才发现 照相的时候 他安排别人全做好 皇家军事科学院院长 坐中间 他坐在最边 原来皇家军事科院的 军事长 他这个士官 下面好多中校上校 全听他的 他这个军事长 管部队的全部管理 军事长在发布 非常权威的消息 下面一个一个都听他的 就对方 他这个训练所形成的规矩 他们非常规矩 这个规矩是战斗力的来源 对军队来说 所以当然一方面 这样的训练 他形成了这样的东西 他相信权威 他不呢 作为消息之后 人家还没打垮你 我们自己把自己 动摇了 小刀消息满天飞啊 自己把自己 动摇了 他这个训练 一个是这样的训练 另外是什么呢 他的训练 很大训练是什么呢 他非常重传统训练 英美都是这样 你看美军所规定的 荣誉传统 军官应超群脱俗 克服从事要求不高的职业的人们 所具有的那些弱点 你是军官 你别说别人干 你也干 你这个职业 跟他的职业不一样 他可以 你不能干 公职传统 军官必须承受 经常性职业艰苦和职业风险 军官为了履行自己的公职 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你称军官 你要知道这一点 你有可能为了履行你制 付出生命代价 你必须得知道 忠诚传统 军官必须实实在在的忠诚 没有忠诚 就会失去信任 就可能毁掉其被委任 或使用的价值 你不忠诚 你没有价值 不使用你 完成任务的传统 平时训练计划 必须有效贯彻执行 规定时间内 必须坚守岗位 军容严正 仪表端正 充满自豪感 战时攻击的目标 必须拿下 防御的目标 必须守住 完成任务的传统 然后 还有 领导传统 军官受训 既是为了领导别人 也是为了接受他人领导 你受训 绝不单指挥别人 你也接受他人指挥 没有一个人能平步星云 上升到不必对 另一个人负责的职位 军官必须具有 以集体和友邻 合作共识的能力 强调嘴嘴 语言纪契约的传统 军官必须做到言为心声 陈述事实 无论口头还是书面 必须做到深思熟虑 言必有据 结论合理 常备不屑的传统 随时做好驻地和任务 突然改变的准备 能立即转入战事状态 率领部队奔赴战场 仪式同仁的传统 以身作则是对所有军官的要求 凡涉及品德 信誉或蓄意欺骗的过错 不论久经考验的高级军官 或是新任命的下级军官 其性质同样严重 他特别强调 对道德的感召力 主要来自于最高的领导层 现场谁的军衔最高 道德感召力主要来于你 有比你更高的来于那个人 主要来自于这点 他的这种传统 同时呢 我们说呢 他通过这样的训练呢 达成一个什么呢 遵从自己的传统 另外呢美军今天训练呢 还有特点 就是美军有特点 他讲到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 我绝不跟你谈 我一定要优于你 我一定要优势 不管兵力兵器作战手段 我一定要形成优势 绝不与对手同等的较量 这点是他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 当然他现在明白呢 所谓这个优势转型的问题 就一定要在转型中夺取先机 你过去优势兵力优势 马其顿方阵就典型的代表 我这四个方阵 你那两个方阵 你就撤退吧 我这十字军又重装骑兵过来了 我这轻装骑兵 没办法 他是兵力的优势 当然我们也讲过兵力优势 你看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 主要讲了兵力优势 两倍三倍四倍五倍 甚至六倍余敌之兵力 打殲灭战 强调兵力优势 但兵力优势呢 现在又转成火力优势 二战以后转成火力优势了 就是我们讲的 我看华为讲过的 范弗里特弹药量 那就是火力优势 我就火力 火力覆盖 我的炮弹 航空炸弹 轻种机箱全部上 火力优势 但现在火力优势 变成信息优势了 CSI SR系统 指挥控制 情报 计算机 监视 侦查 情报 信息优势 优势在转系 就是你不与对手公平较量 那以前拥有比对手更多的兵力 那后来 我要拥有比对手更强的火力 那现在 我要拥有比对手更强的信息力 那么现在 CSI SR系统 俄军也建立 我军也建立 美国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决策力 ODA 他要的这个优势 他的这个ODA 是他这个优势 ODA是美国空军 他们搞出来的 他这个ODA是什么意思呢 ODA循环 他就是从观察到判断 从observe到opinion 然后到决定 design 然后到行动 action 然后最后观察 他说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 先于对方观察 先于对方判断 先于对方决定 先于对方行动 行动给对方造成反馈 对方有反应 对方一反应 我在观察 判断 决定 行动 我始终 ODA循环 我要优于对方 美军条例上讲 要求比对手 进行更快的 ODA循环 我决策一定要领先 超越对手 就是 我通过卫星系统 通过数据链系统 通过的CSI SR系统 侦查系统 我把对方的 我的这些技术条件 能够决定 我比对方快 另外的 他的条例要求 切入对手的ODA循环 使其无法有效 做出及时反应 一方面 我方增速 一方面 使对方减速 破坏对方的观察到判断 把对方的雷达打掉 把对方的卫星给致盲 然后呢 影响对方的判断 到决定的做出 持续对方的决定 对方的决定慢 对方的行动 行动在炸断对方的 交通要道 交通线路 铁路 公路 水路 他的行动也慢 一方是我方 循环筷 一方持对方是对方慢 然后你就具有优势了 所以 这一点呢 我们经常讲 这是 在讲到训练的时候呢 双方的差异 美国人在讲到 今天的训练的时候 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就是 如何 在今天具有的 这种优势转型的情况下 具有信息优势 那么 信息优势 它是一种技术条件 怎么把它转移成决策优势 使我更快的行动 更快的 决策 更快的打击对方 这是美军的 今天在追求的 这么一个优势 今天 美国人讲的非常清楚 今天的世界 已经发生这种转型 从过去是 就是 就 be it small 今天已经变成了fast it slow 过去是 大吃小 今天是快吃慢 今天一定要快 今天你比如说 我们230万武装力量 他不在乎你有多少武装力量 我在乎的什么呢 我在乎跟你在一个特定的地区 发生冲突 冲突的时间大约三个月 你三个月能激动来多少力量 你200万力量 三个月内 我只能激动到这个特定区 20万力量 那好 你有效力量是20万 其他力量是纸面上实现不了 就你没有速度 没有远程投送 你实现不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就说 已经不是一个庞大的武装量 就能如何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再提出 裁减30万 还要继续的 就是 一定要通过 裁减 走精兵的政策 一定要快 你不快的话就不行 将来失去先机 我这给大家也举个例子 这个快以慢的问题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觉得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年纪比较年轻的 文革可能没什么感觉 文化革命时期在北京 就今天呢 解放军艺术学院发生了此武斗 双方打起来了 武斗的对象 大家一听就根本没有悬念 这打什么呢 没法弄的武斗悬念 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班的男孩们 跟八一举重队打起来了 那边双方都是造演派打起来了 你说体操队 就是他那个舞蹈队 那么哪个举重队打起来 我们这毫无悬念的东西 结果结局大出所料 举重队打得鼻青脸肿 说那个舞蹈队的小猴子们 一样都爬枪都全跑了 说这帮家伙刚开始辩论吵架 出手特别快 巴巴巴一打 打完了举重队还没反应过 小子在哪呢 跑全跑了 翻枪都全跑了 没抓到他们人都跑了 说那次是最丢脸的一次 八一举举重队 说我们回都不敢回八一队 因为我们现在国防大学前身呢 就国防大学现在有八一队 一部分还住在那 我们都没法回来啊 怎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 被舞蹈队的给打了 那非常难受 但是你要注意 他这个舞蹈队 他翻跟头 他分量要轻 他各种各样体能训练 匹刹什么什么 他矫健 他灵活 他快速 非常适应今天这种特种部队作战 你举重队 那就重装部队 重装甲 有时候重装吕 他就是举重队的形式 重装 重装移动缓慢 你看美国今天重装 他怎么实现的 他在科威特预制 科威特沙特 他预制了两个到三个重装里的装备 部队 82空降师 第18空降军 都在美国本土呢 然后中农方向出了问题 他从美国机动 航空机动 大量飞机运过来 重装不行啊 那些坦克MCA1 一辆坦克的50吨以上 只能轮船运 轮船运的一个月才能过来 所以他就事先的战略预制 预制在那了 82空降师 101空中突击师 空中机动过来 到科威特 到沙特 拿装备 就可以干 他才实现了重装 今天重装移动很慢 重装对桥梁 对道路 对隧道的要求很严 重装在昭泽地 在山地 都无法有效行动 所以今天要轻 要快 要迅速 就今天一定要 不要出现 举重队被舞蹈队 打得满脸开花 你看美国人 今天就讲这个问题 灵敏的问题 然后的果断的问题 然后快速的问题 你看这个灵敏 果断 快速 就非常像 我在文革时期听到 就是这种八一队 和这个舞蹈队 打架 他是一样 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武装力量建设 就是说你一个军队 你军人 一定不要以为 还像过去那种 按不就班的 有条不紊的 先是国防动员 然后是攻势 挖各种的嵌豪 豪沟 然后是冲击出发准备 然后是火力 首先航空火力准备 然后地面炮火准备 然后装甲车出动 坦克出动 步兵跟进 这种堂堂之阵没有了 怎么样快速的问题 当然这对军队来说 可能对企业来说 也是一样 企业今天打堂堂之阵 可能也不够 你看今天这个互联网企业 这种新生起来 你看马云 我看马云 我记得90年代中期 马云还在 还在倒腾那个 义乌的什么服装 还在广州的什么东西 还在倒腾呢 你现在阿里巴巴 就他这种灵敏 果断 快速 就今天的这个机会 这对军队来说呢 以地方都一样 就是这是训练 这是军队训练 有过去有条不紊的 按部就班的训练 内容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经验 经验阅历 对军人独特的重要 当然我觉得对华为 可能这样也是一样的 异许同工 18世纪 德国元帅 他讲过 战争是一种 充满阴影的科学 所有科学都有原理 唯独战争没有 20世纪 苏联元帅 世界缅克 战争一旦到来 首先要淘汰一批 和平时期的将帅 21世纪 美国总统小布什 阿富汗战争 交给美国的东西 远远胜过 金银集团和智囊学书团体 十年来提供的 所有意见 你看你忙活了半天 金银集团智囊团体 十年来忙活了半天 还不如阿富汗战争 交给美国东西多 大量来自于世界 这是军事科学 一个非常大的特例 就是你怎么样 在实践中展现 因为我们讲 实践是检验 真理唯一的标准 那么将军的实践 战场的实践 那就是胜败 我们有这一话 没有打不倒的兵 所以叫兵败如山倒 党都挡不住 我后面要讲到的 美军的李奇威又讲过 李奇威把麦哈瑟撤了 李奇威到了超演战场 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他无法制止韩国军队的撤退 他说最糟糕的韩国军队指挥官 李奇威都曾经站在机捕车上 拿着海军枪朝天自己开枪 不能再退了 韩国军队朝六央就要叫我跑 韩军的指挥官 一个师级指挥官跟李奇威讲 说将军 将军赶紧撤吧 中国人来了 再不跑来不及了 李奇威说 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天兵天将 吓成这样 整个崩溃了 就是 这叫兵败如山倒 但是要注意这点 就怕打不倒的将 强将手下侮辱兵 这里面不是大多数人 大家都跑了 我也跑吧 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将之下令 不能跑 这个顶住的 我们还要讲 我说你看李奇威 他后来给我们带了很大损失 我们分歧对手 他强下在那里 他给我们带了损失 我们分歧到这点 你看对方的将 他所起初作为 据说 实际上一个战局 他打 就是打仗 打仗 打将 他打仗的意味 很大程度在打将 决策对抗 那这点就是最难的 约米尼 瑞士军事学家 当然他身份非常复杂 跟拿破洛军队干过 跟俄国军队干过 但是他著名的军事学家 歼灭战 就是他提出来的 约米尼最早提出的 歼灭战 就是一个非常权威的 古典的军事学家 约米尼就讲过 对统帅的选择 是国家管理科学中 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也是国家政策中 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选择统帅 非常难 约米尼说 不幸的是进行选择时 往往对是否符合社会利益 是否正确考虑的 是否正确考虑的较少 而对任命统帅 影响较多的 却是偶然性 年龄 私人好恶 党派倾压 嫉妒和竞争 这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说 约米尼说 假如让我考核选拔降彩 那些能够把敌人行动 判断的清清楚楚的人 我会把他们列在第一等 而对于深通战略理论的人 只能摆在次一等 因为理论讲起来 头头是道并不难 而要真的实际实行 并非那么容易 这就是今天我讲的 和平时期选将 你可能出现了一个难点 就怎么样有效的把将选出来 就是和平时期 有战争经验的 有战场经验的并不很多 那么怎么在这样经验缺乏的情况下选将 和平时期的挑战 所以美军非常强调军官的实践经验 他对上校一下军官各级的衔领 有严格的规定 衔领你在这个军衔要滞留的时间 我当了少尉 没两天就有中尉 中尉没两天上尉 那不可能的 你看从少尉到中校这五期中 美军的规定的军衔的规定的衔领 还有严格的衔领 少尉中尉最起码干两年 上尉要干三年到七年 少校中校各要任五年 上尉满三年可以提了 但可以不提 到七年必须得提了 中校少校中校满五年才提呢 他要求你在你这位置 必须完成足够的积累 当然你这样做 会不会出现军官队伍老化 美军有规定提拔两次 第二次机会仍不能竞胜者 应退出现役 两次竞胜机会 你看我是少校提中校 第一次提拔我落选了 再过五年再提 又没提成 你必须向后转了 你岁数大了 你必须得走 就军官个人看 一年至两年 三年五年竞胜一次 但就整个美军来说 他年年甚至越越都有军官竞胜 根据你入伍的不同的时间 所以呢 他强调的是叫做禁贤不能停止 如果军贤一压几年 会产生很多的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他要保证 每年甚至每个月 他都有报纸上都公布 某某某某某 由陆军中尉 提为陆军上尉 在报纸上全部都有 都公布 他的军官来源 当然美军充分考虑到 这个成本的问题 你看军官的来源 每年需要四千名少尉 这是他的需求 但大家耳熟能详 大家以为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西点只提供800名 很少的部分 大量来自于哪呢 后部军官学校 这个后部军官学校 大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战士体 从士官体 表现好的士兵士官 上后部军官学校体 他最大量的是什么呢 大学本科生 后部军官训练团 四年就在哈佛了 就在麻省理工了 就在普林斯顿 他各个大学里都有后备军官训练团 他大多数军官 来自于后备军官训练团 因为他这里面 你看这个比例 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 只占美国陆军 军官需求的20% 后部军校的10% 然后后备军官训练团80% 他里面是个什么呢 他是个培训成本问题 西点军校的 他这个全职的军事训练 一年的代价是6万美元 四年毕业 将近30万美元 就说西点生 美军相当于要投入30万美元 把他培养出一个西点生 但是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 就是西点军校一年的费用 我这四年都够了 6万美元 他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 他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 6万美元就够了 美军的考虑到成本什么呢 他说大多数军官 你这四千人不可能升到高级职位 大多数人升到中卫 上卫 少校 中校 他就退役了 给他花那么多钱 不值得 所以他很成本 他就大量的军官 后备军官训练团 所以你看西点的比例 在少卫里只占20% 在将官里呢 占60% 这是他的骨干 西点人数少 但是是骨干 他逐级上去了 那些人呢 是因为各种的 西点就是大家有之于从军的 我一定要干到底的 想当将军的 跑西点了 那些呢 解决个学费问题啊 或者到世界去转一转 干两天再回来啊 大量是后备军官训练团 反正这样呢 你也在军队履行了义务了 但我军队给你付出的并不太大 培养你的成本不是太高 所以他非常考虑这点 就培训的成本问题 他最大成本是在这 他的最高级军官 最后是从这出来了 就随着军衔的年龄 军衔越来越高 西点生的比例越来越大 这是他一个培训成本 当然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最成功和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往往是有着最不顺利的成长经历 最顺的人要非常警惕 最顺的人 他做军人不合适 他的抗压能力 他的意志力 他的决战力都差些 他太顺了 就是美军那个非常强调这样 就是取折的经历 你干过什么 最成功 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往往具有的最不顺的成长经历 他从他多名将领的经历中呢 他得出的这样一种结论 所以我这给大家看看 你看他这个美军的军衔 三等十级 位级三个 少位中位上位 校级少校中校上校 将级四级 准将少将中将上将 当然还有五星上将 因为五星上将呢 和平时期没有 所以他和平时期是三等十级 战争增加五星上将十一级 少位竞争中位百分之百 没问题都能上来 中位竞争上位 比例开始下降 大多数人都能上来 只要不是你身体原因 不是你自己不想干 95% 比例也很高 上位到少校比例开始明显下降 20%上不来了 然后少校到中校 65% 就将那35%的人上不来了 中校到上校的比例 只剩34%了 上校竞争到准将只有10% 你看他的金字塔 就这样形成的 每一个形成过程 都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一将功成万古枯 当然我说你培养一个将军 他这很多人的同理人 都是慢慢的淘汰了 从少位升中位的百分之百 到少校升准将的 上校升准将的百分之十 当然你升到上校 你升到上校就很不容易了 你再往上升 当了将军了 稍微宽一些了 准将晋升少将的 有少于半数 大约有半数 不到半数的能升为少将 但少将升到中将的 不到34% 中将能升到上将的 小于25% 他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就是将军的筛选 足迹筛选 每一个都是筛子 你可能有脾质方面问题 上级没察觉 你可能有道德方面问题 你可能有抑制方面的问题 有克服困难方面的问题 都没察觉 但一击击筛选你 一直都把你发现 淘汰 他一个最权威的机构是什么呢 就军官这个晋升的 叫军官晋升神宣委员会 军官晋升神宣委员会 从中卫到上校的晋升 都必须通过军官晋升委员会的申选 主要军衔都涵盖了 因为上校晋升准将 你也得经过军官晋升委员会的申选 军官晋升委员会 就像我们今天 你看企业包括地方的组织部门 军队的干部部门 就管干部 管人事的 但他不是一个固定的机构 他是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灵活组合 就像这个陪审委员会一样 陪审团一样 随机抽取 他的军官晋升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也是随机抽取的 你的道德 你的品质 各方面都不错 你符合军官晋升委员会的要求 那么你就后备档案 然后计算机的随机抽取 你成为军官晋升委员会 里面选 选择 当然到了准将以上 就不用了 进入将之后 就军官晋升委员会 就退席了 准将到少将的晋升 由国防部长审批上报 美国总统批准 中将晋升上将的 美国总统批准都没有用 总统提名 参议院批准 每一个要晋升到中将的 晋升中将的 晋升上将的 每一个人都得到参议院 一帮参议院老头坐在那 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刁端的 你得回答 你回答了 参议院就讲 这个人不行 我们认为他不合适 就把你否了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你看他的一整套的 这个晋升的程序 怎么样培养将军 他各方面都在把关 他 你在这点里面呢 就领导人的印象 你跟某某某关系好不好 或者你是谁的人 就这些因素 被极大的排除了 军官晋升委员会 首先就是个松散的机构 随机抽取的机构 你说你跟谁的关系好 跟谁关系不好 你怎么搞关系 怎么送礼 你都没法弄 国防部长审批上报 他统一的国防部长审批上报 那总统最后提名到中将上将 总统都没权利 参议院批 批准 你通过参议院的各种手续 他这些手续什么呢 就是力图要 把这些真正 能在战场有次作为人选出来 力图完成他淘汰 因为晋升的比例就是淘汰 你不能逆淘汰啊 把精英淘汰了 那不行 那怎么把这人上来呢 你看他的军官晋升委员会 你的道德水准都符合 但是你还得呢 符合他的一些条件 第一个是少校以上军衔 同时你要高于审选的对象 审选对象是少校升中校 你起码得中校以上 你不能说对方是少校升中校 我一个上位到里面做审选委员 那不可能的 你对军衔一定要比他高 第二 本人不在该年度晋升审选范围内 你要升 你再审别人 容易加进感情因素 利益因素 不升你 你可以审别人 升你 你都不能参加 第三 审选委员会审选的军官中 没有本人的亲属 亲属回避 第四 上年 上年未认过同类审委会的成员 上年你胜过同一批人 你今天还在审 还又是你 那不行 都要躲 都要躲开的 第五 本人不属于即将退出现役的军官 即将退出现役的 管他呢 责任心 我这过两天就算了 他要防止人 这一点 所以你作为审选委员会 你必须符合他的五个条件 你才能作为审选委员会的成员 另外呢 被审选的人选 怎么产生呢 上校一下军官 统一由军种人事部门确定人选 所以他是海选 他不是 你比如说 我们就讲这个军区没有改善 你有北京军区 我选自己的军官 南京军区 我选自己的 广州 兰州 我选自己的 都选自己选自己的 自己培养自己的军官 他没有 他是美国陆军部统一选 军种人事部门确定人选 你各大战区没有权力确定人选 你确定不了 第二 将官的人选 由军种人事部门推荐 部长审定 就是军种人事部门都不能决定降外人 你只能推荐 由军种部长 陆军部长 空军部长 海军部长 他决定 提谁不提谁 就是谁进入预审的名单 他来定 所以他这些呢 就是保证于什么呢 他所谓的公开透明嘛 每一年度的军官晋升开始之前 美国军方都要将各级等待晋升的军官的名单和晋升名额 优先晋升的条件 神线委员会召开的具体时间等等 在军队报纸杂志全部公布 而且呢 今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 大量军官晋升信息都公布在军方的正规网站上了 有些方面的内容 甚至在国际互联网都公开发布 允许国内外的人员访问浏览 留言评论 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事嘛 但是公事范围更大 不是在企业内部公事 他相当于这个军官的全部都公事 某某某要从陆军上位晋升陆军少校 公公事 他要达到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还是透明和监督的目的 他防止他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小圈子都不知道他出问题了 那不行 就是他要防止他透明 当然他这个防止透明和监督呢 还有一点 就是军官的晋升过程中的 他这种个人查路的监督 官兵投诉等等 都要对军官的 你可能产生腐败行为 严密的防范 他有严格的法律法规 包括呢操作程序 包括统一的集中晋升 集中选优 而不是小圈子选优 小单位选优 任何滥用职权 收受贿赂 都造成对平等竞争机会的干扰 美军规定 不管高级将领 还是工军 工军显赫的军中元老 如果经查实存在 寻思舞弊问题 绝不偏袒 一律给予严厉惩罚 这是他保证 他的这种军官的 透明的这种上升 所有这些 你从他的军校教育 从他军校的训练 从军队的训练 到他对战场经验 缺乏战场经验 那通过严格的人事筛选 把最合适人选上来 他达成什么呢 最后要履成什么呢 军官的指挥职 你是要指挥人的 要选的人不是一般人 我们会叫百夫长 万夫长 你是要指挥人的 指挥是赋予军官的 最高职责 指挥是赋予军官的 最高职责 你指挥 每个军官的最终职责 是在作战中领导士兵 美军条例里强调 在战斗中 有些情况下 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可能会丧命 拒不服从命令 则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这是真正的权利 你能决定人的生死 为什么对军官要特别深重 你能决定人的生死 你能决定一批人的生死 这是巨大的权利 所以军官必须体验 你的巨大的权利 伴随着重大的责任 你对你的部署 一批人 他们的生命要负责 俄罗斯有句话 如果指挥员判断错了 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 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满狂澜 浴血奋战的士兵可能能力满狂澜 可能也不能 就指挥官依然出错 那是灾难性 他跟下面出错不一样 你在指挥位置出错 是灾难性的 我们这儿给大家举个例 二战之初 斯大林的犯错误 斯大林过于相信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双方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 当然斯大林也知道 希特勒迟早要进攻 但他觉得不会那么快 起码还有一年的时间准备 一直到德国最后发动的巴巴洛莎行动 即将开始的时候 两个捷克的共产党人在德军服役 游泳游过来 报告明天凌晨进攻发起 消息紧急传到苏军总参谋部 斯大林还不相信 说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 他还不相信 结果战争爆发 因为最高统帅出的问题 就是指挥层出的问题 最高指挥层出的问题 苏军的配置大量靠前线 结果刚开始战争初期 苏军损失惨重了 战争第一周 德军完成明斯克合围 苏军损失30万 西部军区司令被招的莫斯科枪毙 就地政法 斯大林是从 法国电讯里 从德国的电台里 听到了西方方面军被围的消息 让总参谋长朱克福赶紧查实 是不是被围了 西方方面军自己不知道 自己的部队被包围了 因为他的无线电 联络了一部队全部 截断了 斯大林立即派 也转机到明斯克 方面军司令 方面军党代表 方面军参谋长全部接来 方面军司令 参谋长 军阀审判 一周内枪决 全部枪决 但是当时我们讲的是最高指挥层出的问题 明斯克合围损失30万 41年一个月之后 斯摩林斯克合围 苏军损失39万 再过一个月 基辅合围 苏军损失60万 你看德军战士 基辅合围 被列为世界陆军战士 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战 升幅苏军67万 你别说打死的 俘虏67万 我们淮海战役 国内最大的战争 我们消灭蒋军52万 那俘虏的 是伤亡都算了 他升幅苏军67万 规模非常大 再过一个月 德军完成维亚兹马合围 苏军损失50万 当然我们从这点呢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俄罗斯的抗打击的能力 德军 德军是闪及法国的时候 法国一周就崩溃了 丘吉尔说 我拿着电话听筒 对方是法国的 那个 法国的总理叫什么呢 给我打电话 丘吉尔说 我拿着电话听筒 我目瞪口呆 什么伟大的法兰西陆军 在一周就崩溃了 一周就完了 说我们完了 他们都把巴黎包围了 直升退了 法军抗打击能力太差 苏军抗打击能力 30万 39万 60万 50万 还在抗 俄罗斯 我们俄罗斯人 抗打击能力确实非常强 但是最危险的是 1941年10月 德军中央集群 在加勒宁 加勒宁方面军 第三次集团军的防御地段 取得重大突破 斯大林亲自打电话 询问西方方便军司令 朱克福 能不能守住莫斯科 斯大林讲 我怀着内心的痛苦 问你这个问题 希望你作为一名 布尔什飞客 诚实地回答我 你告诉我 能不能守住 朱克福的回忆录 回顾一思考 朱克福说 我拿着电话听筒 整整沉默了两分钟 我最后告诉最后统帅 我们能守住 后来才有11月7号的 红场阅兵 包围了 空隙这边红场阅兵 军兵直接开副第一线 当时莫斯科的 驻外使团政府 全迁到西伯利亚 孤比雪佛 全都迁走了 斯大林在 因为诸克福想能守住 最后攻克剥裂 斯大林最后就 他就战争出其所犯了错误 后面斯大林几乎没有犯战略错误了 华西列夫斯基原则讲 在战争头几个月 斯大林表现出 对战略筹划的准备不足 经历一系列严重失败 和付出惨重代价之后 他完成了 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的成长过程 代价太大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导者 怎么样避免出现 这样巨大的代价 斯大林最后指挥是成熟的 他就从四一年底之后 莫斯科保卫战之后 你从斯大林格勒战役 扩尔斯克会战 攻克柏林 他一个做的比一个好 就差他的贩的战略事务 都在四一年底就进攻 莫斯科以前他所出现的事务 但那个代价太大了 代价巨大 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领导者的战略筹划 当然我们最后呢 我觉得最后也发生了问题 最后发生问题 发生在谁身上 朱克福最后出问题了 攻克柏林 朱克福作为 苏联陆军总司令 驻德苏军总司令 朱克福后来呢 把德国的油画 水晶器皿 刁皮大衣 搞了好多回来 就我们今天讲叫腐败嘛 克格柏 向斯大林密报 朱克福腐败 然后斯大林把 朱克福知道 离个别的军区去出差 克格柏到 朱克福家里全部查潮 朱克福回来一看 完了 家里东西都没了 克格柏装卡车 全拉走了 朱克福给斯大林一切检讨 检讨上最后落款 都不敢提自己苏联陆军元帅 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最后写了 他的唯一要求 要求保留党籍 别的都撤了 我都可以 要求保留党籍 最后签名 布尔什维克 朱克福 斯大林最后的处置 同意朱克福保留党籍 我觉得斯大林在最后处置上 同意朱克福保留党籍中 一定想起最危难的时刻 朱克福想 斯大林问他 你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你诚实回答我 能不能说朱克福 所以朱克福的签诉 签信 他信也是很有心机的 那事只有他和斯大林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最后签署 要求保留党籍 最后签署 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领会这点 当然这点 我在讲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陈伯达 大家知道吗 陈伯达的文化革命领导 小组的组长 陈伯达也是这样 陈伯达跟毛主席之间 有个默契 陈伯达后来 1970年庐山会议出了问题了 又什么上了贼船了 反正又把陈伯达批评了 抓起来了 往秦城监狱抓 关进秦城以前 已经在卫戍区关了一小段 待遇很差 吃了饭也不行 然后也放风时间也短 陈伯达一度的牢骚 然后关进秦城监狱之前 最后把他关进秦城监狱 陈伯达就要求给主席写信 不允许他写信 最后他把他推到 关的房子里 他高叫了一声 在城南庄 我是做过事情的 他叫了这么一声 然后陈伯达的回忆录 他就自从叫了一个 他在城南庄是做过事情的 第三天待遇就改善了 换到大房间了 然后又有报纸了 看报纸 还能 都可以了 想看书 看书你想写东西 都可以了 因为城南庄 毛泽东当时转移到 中共中央转移到城南庄的时候 空袭 遭到华北附作义派飞机来炸 因为当时呢 城南庄呢 我们华北军区的 有个厨师 这个厨师通敌 这厨师是个特务 厨师密报 中共中央转移到这了 附作义得报 派飞机 从南原机上起飞 到城南庄来炸 然后呢 毛主席那天在屋里睡觉呢 没有进防空洞 江青都进防空洞了 江青后来吹牛说 我主席没进 我也没有进 后来很多人回去 你就在防空洞里带着 江青在防空洞里 站在防空洞口袋说 哎呀 怎么主席还没进来 你们赶快去找他赶快去啊 陈某大去的 陈某大就说 主席啊主席啊 快了 炸弹扔下来了 毛主席就出来 衣服都没穿好 他也在单架上往那跑 陈某大跟着跑 一个炸弹落在后面 落在院子里面 那个炸弹还好 那炸弹没有爆炸 光的地上砸了一个坑 是个甲带 没有炸 非常险 他们跑进去了 所以陈某大在那时候 呼喊了一声 陈某大我做个事的 毛主席一想 我老天 我那从 我那出来 陈某大确实是 也饶了黑马 跟祝克福一样 祝克福一生 我最后半是维克 我觉得这在关键时候 所以我们看 当然我 我这就扯得比较远了 这是 这是做一个将军 我说你看 怎么从这样的一个指挥 指挥出现失误 所带来的重大损失 当然这点来看 美军也是一样 你看中央总部司令 弗兰克斯 弗兰克斯讲 伊拉克战争的指挥任务繁重 其程度超越了 我担任军官以来 所经历的任何行动 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每天都要做出重大决策 今天的指挥任务 信息化战争 数字化的战争 这个节奏非常快 我们讲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类之所以能打世界大战 打起来 它原因是什么呢 一战的就是内燃机 导致世界大战 内燃机加铁路 我们过去战争不行 这个节奏不行 弹药打光了 人打死了 新生力量上不来 你有个节奏 运输有个节奏 你没这个节奏上来 现在有内燃机可好 再来蒸汽机有铁路了 新生力量源源不断的上来 弹药源源不断的上来 伤者源源不断的下去 人类就可以打世界大战了 那就装备上来了 节奏就快了 那今天呢 我说呢 人们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人们的战争方式 你生活方式 你都手机微信了 那战争方式将来也这样 节奏非常快 你作为指挥层来说 你再向过去的那种 原来不是 今天战争指挥员 所面临的那种巨大的压力 那是过去的多少倍 不能相比的 巨大的权力 伴随着重大的责任 就说指挥 要做到三点的 按照美军的条例要求 第一 以身作则 同舟共计 第二 虚心听取 和耐心解释 第三 要同时具有两种勇气 我们把这个 现在已经到休息时间了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讲完 把这三点讲完呢 我们再休息一下 你先看 第一 以身作则 同舟共计 他今天要求 在今天非常复杂的 节奏非常快的 这种军事行动之下 召唤火力支援 装填多人操作的武器 障碍物中开辟通路 在嘈杂的枪炮声中 进行通信联络 后送伤亡人员 运输补给品 夺取目标后 巩固作战成果 作战行动中的压力和疲劳 往往会撕去人们的虚伪的外表 使其暴露出最本质的言行和态度 你装都装不下去 你没法装 你的本质都得出来 他特别强调 美军条例也强调 士兵不会信任那些远在后方 对部下漠不关心的领导者 要向鼓舞和鼓动士兵 心甘情愿接受苦难 剧痛 伤残和死亡 必须与士兵同甘共苦 才能让士兵信任你 相信你的判断 所以必须与身作则 必须同舟共激 否则 你的指挥权 你的领导权受到极大的指引 第二 虚心听取和耐心解释 美军强调 即使在战争的高威力 高强度压力之下 你也要向别人解释 就是部下多年积累的经验 可能远比你丰富 虚心征求和听取 他们的建议 想法和反馈 如果根据自己最佳判断 决定拒绝他们的建议 应在条件允许时 耐心做出解释 优秀士兵并不指望 你总接纳他们的建议 如果另行他途 他们确实希望知道其中的原因 这样 有助于士兵相信你的判断 就在今天这个高压力高强度 指挥者被指挥者都在这样的环境中 这种虚心听取和耐心解释的必要性 第三 同时具备两种勇气 第一 行为勇气 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冲锋在前 在战斗中 爱国主义思想 价值观的理性思考等等 都会通通荡然无存 如果指挥官在地上扑斧 或者在掩体中缩头缩脑 部下也会纷纷效仿 你鼓起勇气 主动承担风险 士兵也会表现出超乎你想象的英勇气概 你都不信 这部下怎么没一个勇敢的 你看看你自己 你就这样 你说人家怎么勇敢 所以你的形象非常重要 美军条例里讲 道德感召力来自于现场的最高领导者 你现场是谁 我们现场960万平方公里 那就来自于中央主席了 中央军委主席了 那我们现场 那我就说那华为 华为集团 那就来自于你们的人总了 那就是最高领导者 他的道德感召力的这个作用 那你是地区部的负责人 就是你 你的道德感召力 你是不是越出站好 你趴在那锁头锁头锁脑 火力太密集了 那部下都跟你都趴在那 它是行为的勇气 第二道义勇气 这种勇气不是仓促间刻意形成 而赖于你在平时和战时 每天都必须表现出来的 全面而细致的是非判断 如果不表现出道义勇气 你就得不到部署 发自内心的尊敬 他的行动的勇气 和你行动的理由 你的道义勇气 当然在讲到勇气的时候 我这也给大家插一个 他倒不是将军了 给大家插一个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都不用我做太多解释的 你看普京 俄罗斯的普京 我们今天你说行为勇气 道义勇气 这人很具有的勇气 所以你看普京在指挥的时候 他指挥收复克里米亚的时候 指挥这个 打击IS 你看普京的形容能力 他这种勇气 普京就讲过 你看普京上台以后 他是行动勇气 加强中央集权 打击金融寡头 治理车程乱局 应对金融危机 叶利欣把他推上来的 他把叶利欣身边人 除了叶利欣 叶利欣的夫人 叶利欣的女儿 让其他人全都给抓了 办公室主任全给撤了 他的行动勇气 普京还讲过 我还把恐怖分子脑袋 塞到马桶里去 后来为这个话 在俄罗斯媒体做出了道歉 把俄罗斯的指制媒体 然后平面媒体 然后网络媒体 都招在一起 说我作为总统这么讲 不文明不礼貌 确实我以后不这么讲了 但是希望你们媒体报道 要报道全面 我当时讲这话的时候 我讲的是 如果在洗手间 抓住恐怖分子 我要把人倒在塞到马桶里去 说你们 你们没报道前一句 你们报道后一句 当然 我觉得呢 这个领导者 被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不是你的 非常圆滑的话 理论修养 天衣无缝 大家记不住 政治正确 大家记不住 有个性的话都记住 那普京的话 普京说我以后再不这么讲了 别人全记住了 他把恐怖分子 脑袋塞到马桶里去 你说对于车臣的爆炸 莫斯科地铁的爆炸 然后文化工的袭击 他这话对安定人心 起多大作用 稳定 大家不要怕 我来收拾他们 你是领导者 你是感动力 对稳定不住 如果大家都慌乱了 你比大家还慌乱 那就糟了 那对你的待遇 是灾难性的 大家都慌乱了 你内心也很慌乱 你一定要撑住 当然普京的内心就不慌乱 他这个撑住 他更能撑得住 普京自己讲过 后来别人评价 是一个想让俄罗斯男人更加高傲 让俄罗斯女人更加高贵的人 但 要达成这一点 普京自己讲 代价 我像奴隶一样的 从早到晚老祖 我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气 做出指挥的代价 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上来了 当然 我说呢 俄罗斯人今天普京 到了普京的 民调居高不下 但当时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 民调就西方民主政治 非常讲究民调 普京非常高 民调非常好 但当初普京上台 可不是按照选举上来的 他跟西方这个民主政治完全相悖 俄罗斯 那就是叶利辛指定的 你看 叶利辛在认识普京过程中呢 他也是充满了这样一种的 对普京的行动勇气的欣赏 普京呢 其实当时呢 挺潦倒的 当时也不算太潦倒 他在圣彼得堡 他的恩师 索布洽克当市长 给普京弄了个副市长 叶利辛在莫斯科焦头烂额 休克疗法 整个去经济崩溃的边缘 然后车臣战争又发生了 又是战争 又是经济萧条 弄得叶利辛心脏又不好 心理疲惫 索布下个就想了办法 叶利辛后来 叶利辛的回路讲 我对他 叫普京 研究了很长时间 不仅仅凭借履历表 对他进行研究 其实呢 叶利辛我讲这个领导人的回路 你要分析叶利辛这句话 就是吹牛 他拿来讲 研究很长时间了 没很长时间 叶利辛认识普京 是1994年刚认识他的 你说多长时间 没很长时间 94年10月 当时呢 叶利辛就接受了 索布下个的邀请 索布下个是好心 把叶利辛请到 圣彼得堡 来散在心 度度假 打打猎 然后让 让叶利辛放松一下 要不然在莫斯科 真是心理憔悴 把总统身体弄垮了 索布下个精心安排 在狩猎场 找了些老弱病残的 野猪和熊 那比较好打嘛 然后一打完了 这个领导人很高兴 他们都做了这样的布置了 就在圣彼得堡 市郊的狩猎场 都做好准备了 当时呢 就是打猎之前呢 就是西餐桌的 长条桌 先吃西餐 先烤肉 烤完肉以后 打猎 吃烤肉的时候 夜里就发现 西餐桌的 有座椅是空着的 夜里就问 这个座位是谁的 旁边看他 副市长普京的 旁边在井上 说这个家伙总是知道 大家嘿嘿一笑 普京那天 能开亮破富二加 那富二加都路上抛锚了 把他撂了一个多小时 他到晚了 你看普京一来了 索布下克 他的市长到了 总统都到了 你很被动的 普京说对不起 我来晚了 坐在那儿 焖头吃烤肉 什么话 说话全都没有了 大家都在 后来 夜里心 说身边几个人 相视一笑 说你看这家伙 又来晚了 正在吃的烤肉 夜里心当时就 就这么跟普京第一面 第一面印象 就是个迟到者 周围人介绍 这是永远迟到者 总是来晚 夜里心说 他对他印象低 印象不好 夜里心后来 回忆录 这段很精彩 夜里心说 好 下面就接着吃烤肉了 正吃了 夜里心突然间看见 远处丛林中 闪出一个身材硕大的宗雄 那个宗雄不是 做不下颗准备的 不是从哪跑出来的 是身材硕大 夜里心看到 这么大个家伙 夜里心一紧张 把这个眼镜 拿来这么看一看 拿来一看的时候 手一抖 有点紧张 手一抖发抖 眼镜掉在餐桌下面的草地上了 夜里心的回忆录 写到这儿就特别暧昧了 他说 我的七个助手 都趴到桌子底下 给我找眼镜去了 其实不可能 七个助手 趴到桌子里找眼镜 大家都看见了宗雄吗 糟了 都钻到桌子里去了 夜里心显得很客气 说他们七个人 都钻到桌子里 给我找眼镜去了 唯有迟到这儿普京 突然间转身操枪 他枪架子就站在旁边 准备打电 突然间转身操枪 拿起枪来果断激发 第一枪击中宗雄 没打死 击伤了 紧接第二枪 宗雄打死了 夜里心的回忆录 夜里心的回忆录 他说 我注视着这个迟到者 迷彩服很合体 持列枪的姿态 非常自信 紧紧的抱着 就像拥抱着 自己心爱的人 一瞬之间 普京的所有缺点 都变成优点了 这个迟到者 优点 夜里心不打猎了 宗雄打死了 不打猎了 回去 要早了 不打猎 就撂下一句话 这个人必须到莫斯科去 就这句话 这个人必须到莫斯科去 夜里心在一瞬之间 完成了我们组织部门 旷日持久的干部考核 就是一句话 所以我们平常讲 你看一个人 也可能看一生一世 也可能看一世 夜里心就是一世 你看我对他研究了很长时间 什么很长时间 就是94年一次 就打了一次 这人必须到莫斯科去 后来普京到了莫斯科 总统办公室主任 办公厅主任 然后总理 然后总统 一路上来 夜里心自己讲 后来夜里心退了 接受采访 他讲 我当时必须找到 能够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 而不是顾及 这会对他们的政治前途 有什么影响 应当让那些能够舍身取义 名流侵蚀的人来掌权 夜里心做到这一点 也很了不起 我说夜里心 你看他整个执政 一塌糊涂 但是最后一个华丽的转身 挑出了普京 他完成一个非常好的转身 转败为胜 我就很大启示 我说政治人物 到了夜里心那么失败的时候 也可能转败为胜 他找了普京 他专制的 他认定的 就是他 他没有通过民主程序 但是选出了最好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 当然后来很多人 你看西方有媒体就讲了 那头宗雄拯救了俄罗斯 如果没有那头宗雄 我估计没有那头宗雄 我说没有那头宗雄 我们都想出来 普京肯定 因为很快的索布夏克就失势了 索布夏克就下台了 恩师都没有了 我估计普京今天就是一个在 圣彼得堡领退休金的人员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退休了 但是那头宗雄出现了 我觉得那个七个助手 钻到桌子底多后悔啊 我当时拍什么桌子底 我不钻桌子底 我也操把枪 我也放他一枪 反正后面有普京的 打不打着 我只要把枪放出去 我肯定接白人序列 但是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的性格就是钻桌子的 你根本不是操枪的 因为人在那个危机的瞬间 的反应是本能反应 不是理智反应啊 你的本能就是个钻桌子的 你就钻了 普京的本能他就是这个 后来很多人回忆起来 普京在这个圣彼得堡 克格勃的吗 说这个家伙上班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开车 他开那个破车来了 上班别人车一停 他非要把车屁股掉 你把车头对外 人家说挺费劲的 普京说 接到情况我第一个出动 你看这个人 他一直在琢磨着 每次停车 他都想到我要第一个出动 这就长期准备 这就是法国巴斯特讲的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不是没有机遇 大多数人在机遇面前 没有做好准备 当这个宗雄出现的时候 拯救俄罗斯的宗雄出现 只有普京一个人做好了准备 后来我们军队内部 还有人问我 金教授你帮我解释一下 那个宗雄是不是就普京运来的呀 这个阴谋论嘛 就说你看 普京为什么 他问这问题啊 说 为什么普京在路上迟到了一个小时 他弄熊去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呢 这是我们中国中国我们流行的阴谋论 我们特别热情阴谋论 我觉得这种阴谋论 你比如说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的阴谋 罗斯福早就知道日本空袭 但是为了让美国参战不吭气 就让日本先炸 炸完之后美国舆论一边反弹 我就参战了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 我们中国人流行这些 这些都是认为历史发展是巧劲 我们老想使巧劲 老想不战而去人之兵 这是我们思维的弱点 我说我们不要过多相信这些 我们还是相信实力吧 建造个实力 普京不是搞 如果普京就琢磨这些事的人 他也不可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当然我觉得就指挥 什么叫指挥 勇气 勇气的来源 那么下面讲的第一是指挥 指挥是赋予军官的最高职责 第二我们叫统帅 军队将军第一指挥 第二统帅 统帅则必须锻造严明的纪律 那么下面讲的第一是指挥 指挥是赋予军官的最高职责 第二我们叫统帅 军队将军第一指挥 第二统帅 统帅则必须锻造严明的纪律 军队凝聚军心锻造团结的两大关键 第一是统帅 第二是纪律 首先得有人扛旗 那个是统帅 另外得有人把人凝聚在旗帜周围 这就是纪律 统帅凭自己的思想 性格意志 去鼓动激励指挥部署 激励则实现 不论理解以否 也必须达成的整齐划一的强制 激励它是强制 那么呢 没有纪律 你就没有军队 那统帅是干什么 统帅必须给队伍 锻造严明的纪律 我们讲就是美军条例上就这么讲的 自军队诞生以来 纪律一直深植于 深植于每个功成名就的军官心中 一直没有纪律的军队是分文不值的 他比无能的部队更糟 而且对公众构成一种威胁 军官是领导者 必须在手机面前以身作则 就说纪律 距离建在基础之上 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就赏罚分明 该赏的一定赏 该罚的一定罚 否则没有纪律 卡拉塞维茨已经讲过了 就说 不是所有人都适于当做军人 当将军的 卡拉塞维茨就分析了有四种人 他说人有四种人 一种人很迟钝 这些人迟钝人 他抗压 他持久 但他缓慢 他反应慢 这人可能是任劳人员 但是这个人成为不了好军人 他反应太慢 他不灵密 他对新事物没感觉 你看第二种人 敏感的人 这种人特点 聪明 激情 但容易动摇 他很聪明 很激情 但他也欠缺了成为主要领导者 当将军的素质 他容易动摇 前者太缓慢了 第二者容易动摇 这也不行 靠拉塞维斯指出第三种人 他叫坚强的人 这人迅速 果断 但不够持久 比如说 这个压力 在一周之内 三天 一周 他扛住了 一周半扛住了 两周 他就动摇了 第三周 说不定 他就放弃了 他不错了 很好了 比前两周人都很好了 但是靠拉塞维斯 认为一个最好的 最标准军人 是第四种人 刚强的人 他成为刚强的人 就成为 真正我们从理论上推演 成为将军的 应该是第四种刚强的人 就坚毅 担当 摆着不闹 这是不同的军人的类型 靠拉塞维斯想 刚强的人 不是指仅仅能够激动的人 他是指 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 也能保持镇静的人 这种人 尽管内心很激动 但其见解和信念 却像暴风雨中 颠簸着船上的 罗盘指针 仍能准确地指出 前进方向 第四种是大将之才 刚强的人 这是呢 我们在讲的 这四种人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 就是这里面所包含的 一种什么样的 这个现象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智力本身的不稳定性 你搞科研 那特别需要智力智商 但是你要做领导 你要注意智力的 本身的不稳定性 它不是个稳定的事物 为什么智商很高的人 容易表现出 这种不稳定性呢 一个是兴趣飘逸 但兴趣也很多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喜欢那个 今天想看这个 明天想看那个 另外是什么呢 缺乏约束 他耗散了 他喜欢打桥牌 他喜欢打高尔夫 他喜欢游泳 什么都喜欢 什么都干 他缺乏约束 就他的精力没有聚焦 这就手电筒 以激光的区别 可能能量是一样的 手电筒照射距离 只有十几米 光线分散了 激光呢 几公里之外 穿透钢板 烧着钢板 激光就完成高度的聚焦 他能量聚焦 就这个约束 激力就是约束 要通过激力实现聚焦 就是要通过激力 克服智力的不稳定性 智力 智商高的人都讨厌激力 什么激力啊 我想什么干什么 想不是什么干 不是什么 但是呢 你这种什么 任期自由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浩散光了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我又插开了讲啊 就讲这个例子 但是他这个例子 跟这个类似的 就是我们1919年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胡适 郭沫若 都是新文化运动的 白话文的鼻祖 他们又讲了 中国的古诗古诗 你看那唐诗诵词 严格的格律对账 把人的才能限制死了 除非懂得那个凭折的 懂得格律的人才能写诗 那把老百姓陷死了 很多人都能写诗 白话诗 不要格律诗了 全抛弃 胡适 郭沫若带头写白话诗 我之前还记得 郭沫若写的白话诗 水 伟大的水 那诗就是 伟大的水啊 清二养一 这是诗吗 这流传不下去啊 真正流传下去的 唐诗诵词 那种严格的格律对账 你看李白写的 湾公雌汉月 插雨破天交 你看柳东元的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利翁 独掉寒江雪 多么美妙的格律诗啊 格律是什么呢 就是限制 就是纪律 哥德讲的 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 这是巨匠 我说呢 小人在无约数中耗散自己 小人 耗散了 巨匠是有限制的 哥德就讲着 你看英国的叫十字行诗 就十字行诗 他为什么不是十五行呢 为什么不是十三行呢 就十字行诗 萨士比亚 他们全出来了 十字行诗 那我们为止七律五律 为什么不是八个字呢 这是限制啊 限制达成聚焦 聚焦达成九元 我们你没限制 没有约数 那只能是耗散 这里面讲的耗散 就讲的不稳定 人人天生 具有惰性 一支优秀部队 和一群乌合之中的区别 就是服从领导者意志的程度 这种服从 可能来自统帅的赶招 也可能来自纪律的强制 两者缺一不可 需要赶招 也需要强制 都需要 觉悟了 就是赶招 不觉悟 强制 这是距离所扮演的角色 至关重要的角色 距离松弛的地方 毛病在于领导 不在于部署 你这个单位 纪律换赛 不是员工的问题 主管的问题 能胜任领导工作的军官 都从严至决 我们这儿呢 也是给大家讲个例子 你看美国人就不是特别崇尚自由 其实美国人很严酷的地方 李文沃斯 陆军以指挥参谋学院 被美国人称为叫陆军的地狱 他距离太严格了 李文沃斯这地方 以要求严格 技力严酷 著称 军官之间竞争十分激烈 平均每年有一位学员自杀 以至陆军最后想关掉这个学员 这些学员不行 风气太不好 太严酷了 要像斯巴拉市的那种教育 弄得大家都非常的造好 太阅术了 陆军想关掉他 但是我说你看 就在这种严格的限制下 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处的人物 正是这个严酷的环境 一批军事人才脱颖而出 马歇尔 陆军指挥参谋院院长 埃森豪威尔 麦克阿瑟 李希威 海湾战争的什瓦斯科普夫 伊拉克战争的彼得雷乌斯 全部是陆军指挥参谋学院 全部是在这个严酷的距离下 造就了一批人才 就限制距离 就造就了大财 你包括一批人 你像这个美军中一个非常典型的 埃森豪威尔 埃森豪威尔在美国开了几个记录 出身第一胸一点背景没有 家里七个兄弟 上不起学 晋升第一块 统帅第一广 欧洲盟军总司令 美国以前没有统上个自己部队 统上个欧洲部队都给他 统上没有的 低位第一高 最后成为美国总统 埃森豪威尔讲 就是李文沃斯交给他的这种纪律 埃森豪威尔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他进西点 他在西点没有感觉 西点的记录比李文沃斯要差多了 埃森豪威尔当初进西点 他不是为了从军 他就是为了他哥哥上学了 家里没钱了 他打了一年工 给哥哥交学费 最后想了办法上军校 免费吗 他上军校就为了这个 在西点军校成绩平平 多次受处分 他喜欢运动 他是橄榄球的四分位 他喜欢运动 一度混不下去想退学 申请出座交流上上去 被同学拦下来了 拦出一个五星上将来 谁知道他将来五星上将 当然他不想干了 他实在不想干 转机来自两个因素 李文沃斯训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 和李文沃斯的训练 他在严酷的李文沃斯 安森豪威尔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 就这么一个在西点中看不出什么希望的人 在李文沃斯的严酷的环境下 把他练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位1941年的陆军上校 迅速竞升为1945年的五星上将 你看他的竞升速度 从1916陆军少尉到1941 熬了这么长 25年熬成上校 升了五级 然后从上校到五星上将 也是五级 四年 达成了 战争 战争出现了 战争之前 西齐珍珠化之前 他就是一个上校 然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 他是五星上将 战争机遇 但这个机遇在磨练在哪呢 李文沃斯 严格的训练 埃塞豪威尔讲 终身感激两个因素 第一 李文沃斯的严格训练 他说李文沃斯教为我的战役 第二 特别感激我母亲 我母亲教我战略 他母亲对他非常严酷 小时候几个兄弟不听话 要给父亲 父亲在那打工 要给父亲送饭 送饭的途中 看那个河上 密西西比河发大水 他们跟着漂流 在那弄 饭盒子掉的水 就整得很淹了 父亲中午饭也没有吃成 他和他哥哥回来 他母亲讲 脱了衣服 站在门旁边 他母亲拿个薯条子抽 印象非常深 终身忘不了 那个密西西比河的大水 被母亲抽的 他说是我母亲教我战略 我母亲特别坚韧 带了七个儿子 七个儿子 一个一个最后都成才 就今天又像我们的虎妈的教育 像虎妈教育 他不是像美国那种自由的松散的 那种放映式 他非常严格 他非常感激他母亲 他我母亲叫我战略 李伯莫斯叫我战略 艾森好远 当然我觉得我在这还要讲一个 一个李伯莫斯距离 非常严格的距离出来的 我们对他非常头疼的李西北 朝鲜战争 我们就吃他亏 麦哈瑟耀武扬威 人传登陆 把朝鲜的主力军团 全部隔离在南方 满盘都要胜了 后来被我们出兵以后 整个丫头南部去了 当时麦哈瑟灰心丧气 麦哈瑟指挥权放弃了 第八集团军司令线 后来就调任 因为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被我们追击的时候 沃克的吉普车翻车死亡了 李西威从日本调任 从美国本土调任到日本 然后到日本 到朝鲜曼岛 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我们的挫折开始 就从他开始了 麦哈瑟觉得不行了 战军结约进攻 美军完了 麦哈瑟跟杜鲁门建议 唯一的出路使用原子弹 如果不使用原子弹 美军和韩军只有退到日本 肯定定不住了 然后那当然原子弹 麦哈瑟就因为要在朝鲜半岛 使用原子弹 被杜鲁门撤销了远东 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因为当时苏联有原子弹 当时中苏同盟 他有担心 我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 苏联可能针对日本 使用原子弹 他很担心这一点 所以把麦哈瑟的职务撤了 但是美国人没有使用原子弹 把朝鲜战场稳住了 就是李奇威 李奇威就李文莫死 优等生 这个家伙一到了朝鲜战场 不是他站在机部车上 开枪阻止南朝小军队 溃退都没挡住吗 他琢磨 他发现了志愿军作战的特点 1950年10月26号攻击 11月2号停止 大规模复军战 历时八天 1950年10月25日到12月2日 猛烈攻击美军 历时八天 第三段 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1月8日 攻克汉城到三七线 历时八天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 他不知道 我们叫三次战役 他就三次打八天 怎么回事 他琢磨出来了 志愿军只能发动礼拜共识 他们的后勤不行 就是他们志愿军的装备落后 后勤保障能力差 靠随身携带的两代 只能发动礼拜共识 他把我们的特点摸透之后 我们进攻 他退 每天给我保持 30公里的空间 就是志愿军部队 离晚上压到这了 我再往后退20公里到30公里 20公里到30公里 是个什么距离呢 就晚上行军的距离 志愿军夜行军很厉害 夜行军30公里到了这 白天了 天亮了 空中火力能志愿了 能看见你了 我空中优势展现了 当时没有夜航系统不行吧 但是晚上没有空中 空中优势 所以我们都是晚上干 他发现这特点 他跟我们脱离接触 都是晚上行军距离 我们赶到那 天亮了 不好打了 然后当志愿军公司到第七天 美军全面反攻 不管在各战线有多少兵力 全面反攻 对方凉弹严重不足 反攻 我们连续吃亏了 志愿军180时 整个失损失 就是这一战 后来我们第四次战役 就几个要点都没打下来 都是这一点 他知道这点 他叫雌性战术 粘住他们 粘到第七天 第八天就坚决反攻 所以我们的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超越战争打得很不错 我们第一次取得这样 以全世界最强大力量交手 但是我要注意 我说我们要注意 对方的 他的这种能力 他琢磨你的弱点 他把你的弱点看得比我们还准 我们最初以为 美军 一万多公里的后勤 他后勤是大问题 我们几百公里没问题 我们当时不熟悉现代化战争 现代化战争一打开 几百公里被美军空军 绞杀战铁路公路全部炸断 我们运不上去 他一万多公里 他不受影响 圣诞节 他这个火鸡都运来 感恩节火鸡都过来 圣诞节都要吃蛋糕 吃这个吃那个 什么都过来了 他后勤没问题 我们后勤出大问题 就我们以为我们优势变成劣势 他的劣势是他的优势 再加上依托朝鲜 他依托日本 他的很多后勤依托日本和台湾 两个地方解决他很多的问题 这就是呢 我们在今天看 你看对方的指挥官 将军 他所起的作用 就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 有的时候就是 一两个人所起的作用 起的巨大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讲 统帅必须断造严明的纪律 你看纪律产生战将 第三点 决胜需要坚如磐石的信念 决胜对这种信念 决胜绝不是个物资条件准备好了 敌方也疲软了 一切能取胜了 你方有没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就是我们讲的信念产生自觉 决胜绝不是 是领导推应你打 逼应你打的 你自己想打 你要必产生这样一种自觉 我就讲到自觉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 这些例子不是美军的 我军自己的例子 朱德 你看朱德 温良恭俭让 敦厚的老者 很多人认识朱德呢 就小学学课文 朱德扁担 在井冈山挑粮食 朱德指挥过什么重大战役 领过什么重大作战行动 一无所知啊 但是 你想想 猪毛红军 猪毛红军 为什么叫猪毛红军呢 为什么猪的名字排在毛之前 为什么不叫毛猪红军呢 猪毛红军 朱德对中国 功能红军的重大贡献 而且朱德这个贡献呢 完全是一种自觉 没有人赏识他 没有人看好他的前程 朱德就是从中国革命 中国军队建设的边缘 走到中央的 他刚开始边缘任务 就是没有入党以前 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 你得国民革命军 都当到将军了 他当时想入党 跑到上海找到陈独秀 把陈独秀吓了一跳 陈独秀把朱德劝走了 跟身边人讲的句话 我们党可不能让军发参加 当场把朱德定习为军发这一类 总书记不让你入党 国内你是肯定入不了党了 朱德打听到 中共有个旅欧支部 在法国 当然今天当年没有 华为公司这么广大的 这么网络系统 那很方便 一听说有旅欧支部在法国 估计陈独秀管不着 约了几个好友 从上海坐船到法国 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了法国马赛登岸 餐馆里吃饭 那几个人告他 说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周恩来张胜甫去了德国 朱老总从马赛赶到巴黎 巴黎坐火车追到柏林 最后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朱老总当年在柏林入党 照着像 我说我们今天哪有这样党员 满世界追着党要加入 我从四川追到上海 从上海赶到马赛 马赛追到巴黎 巴黎追到柏林入了党了 然后在柏林入党 在德国学习 苏联学习 回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 你看朱德是工农红军总司令 南昌起义 大家理所当然觉得 朱德肯定位置很高 但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 你看根本就没有朱德 前委书记周恩来 总指挥贺龙 前敌总指挥 叶挺 参谋团 刘伯成 聂红真 连我们大文豪 郭沫若 就写着伟大的水 亲二养一 郭沫若都是南昌起义的前委委员 朱老总没进入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里没有他 关键是什么呢 朱老总带他参加南昌起义 队伍太少了 南昌起义 主力叶挺 十一军八个团 贺龙二十军六个团 朱德率领南昌 南昌市公安局 五百人不到 你这八个团六个团 你这搞了五百人 你一个营的兵力 而且朱德这一个营啊 这比较差 岁数比较大的 南昌市公安局的 起义部队南下 这帮公安局人几乎全部跑光 因为成家立业了 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又舍不得老婆 舍不得孩子 不愿跟着起义队伍走 朱德当时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你看周恩来讲 朱德是个很好的参谋和祥导 他没讲朱德是个很好的领导啊 陈毅说 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 地位并不重要 也没有人听他的话 大家只不过尊重 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就当过滇军的旅长 仅此而已吗 现在手下没有一兵一卒 就这么个人 南昌起义当天 大家都在指挥部队 调动部队 周恩来给朱德分派的任务 给朱德分派的任务 以当地驻军两个团长喝酒 负责把他俩灌醉 就这么个事 人家都指挥部队 他就把人灌醉 就这么个事 起义部队南下 周恩来又让朱德打前战 周恩来总指挥 第一个党的书记 周恩来让朱德打前战 做开路先锋 你说哪一个部队 能让主要领导人 当开路先锋去 不可能的 朱德 周恩来讲是很好的翔岛 翔岛不开路 谁开路 那哪里开路 为什么呢 朱德在滇军中当过旅长 前面起步都要穿过江西 进入广东 路上挡到的都是滇军 朱老总跟他们比较熟 就利用朱老总 以旧军队的关系 搞关系 让滇军把路让开 起义部队要通过 整个起步的穿过江西 都是朱老总打前战 开路先锋 穿过江西 进入广东了 挡到的不是滇军了 是广东部队 阅军了 朱老总跟阅军不熟 又开路先锋 变成殿后 调到最后一个去了 因为后面追击的 还是滇军 朱老总放到最后一个去了 所以你看 整个南昌起 朱老总都在打砸 他没干什么很很正规的事情 当时有个三合霸 三合霸分兵 三合霸分兵 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重要的一点 三合霸 当年在三合霸分兵的时候 谁没想到 是建军史上的重要节点 不就几个人开个会吗 没想到这么重大的意义 开会原因是什么 就开会要布置 周恩来 贺龙 叶挺 刘伯成 聂荣甄 带领南昌起义主力南下作战 朱德留在三合霸负责殿后 堵住后尾的追击 朱德没有部队啊 把叶挺十一军二十五师 三千多人交给朱德指挥 周恩来跟朱德交代 指挥三天 在三合霸顶三天 就算完成任务 三天以后 带部队南下 以主力会合 把指挥权交给叶挺 朱德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 就获得这三天的指挥权 就这三天的指挥权 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谁也没想到 这三天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这三天 朱老总完成了 殿后的任务 部队伤亡了六七百人 还剩两千多人 朱德一看时间已到 把部队从阵地上搜集出来 准备南下撤出阵地 以主力会合 这时候南下 南下部队 两百多官兵跑回来了 向朱德报告 起义部队主力南下 作战 汤坑一战 全军覆没 领导人分散突围 全部南昌起义部队 就剩朱老总 在三哈巴殿后这两千多人了 这两千多人一听的一片慌乱 我们都是掩护主力的 主力都没了 就是他们两千多人 怎么办 当时部队一片慌乱 朱德指挥了三天 要把部队交给叶挺 叶挺下了南阳 周恩来 聂荣珍去了香港 刘伯承去了上海 贺龙回了湖南 全部散掉了 就是当时叫什么呢 领导者分散突围 部队全军覆没 就这局面 朱德在此关键时刻站出来 面对这个不是他的部队 叶挺部队 叶挺到南阳去了 没人接受了 朱德讲我们现在还有人有枪 我们一定有办法 大家不要散 后来很多老同志回忆说 当年没有散火 是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 消息来的太突然 没思想准备 到哪去都一须没想好 说先跟着朱德干干 看看 有办法跟着干 没办法再走不晚 这朱德当时把部队控住 叶挺的部队 不是他的部队 他把叶挺部队控住 非常勉强的 这部队勉强同意跟着朱德走 这个部队跟着朱德走 当时南昌起因 江西南昌 夏天非常热 起一部就穿着短衣短裤的 跟着朱老总 一直走到十月底 还是短衣短裤 没有背装 没有药品 没有枪支弹药 没有粮草的补给 一边走 人一边跑 越走人越少 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围 两千多人跑的只剩八百 二十五十市场走了 七十三团 七十四团 七十五团 三个团长 一个市长 全部走光 党代表 全部走光 中央接到报告 叫市长团长 军街逃走 各营连长 一多离开 市以上军事干部 只剩朱德一人 政工干部 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 只剩王二卓 政工干部 只剩陈毅 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时 我们今天回扬起来 真是中国革命 千军一发之刻 中国革命主要形势 就武装斗争 这个武装 要散掉了 我们能胜利吗 在此关键时刻 他说天心围一个戏台 我们到了天心围 什么戏台啊 就是个稻田的土坎子 朱德就站到稻田的土坎子上讲 大革命失败了 我们起义军失败了 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德还举了一个例子 1905年 俄国革命失败了 1917 他们就成功了 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年 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 当年台下官兵回忆说 没有多少人知道俄国人1905年怎么回事 大家不知道啊 但是大家就从朱德的激情心中 火炎一般的感应到了信仰的力量 这八百人是丢了魂的队伍 朱老总给他们一个魂 当然我觉得这点呢 有点跟那个任总讲的话有类似的地方 任总讲吹牛皮 朱老总当年不是吹牛皮吗 我们一定能胜利 大家真的不是吹牛皮 但是大家信了 一定能胜利 这是领导者 就像陈毅讲的样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 灰心丧气的时候 指出光明前途 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你可以说他的光明前途是吹牛皮 但是当一旦实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伟人 他伟大 什么叫力挽狂澜 这就叫力挽狂澜 这只八百人队伍里面 没有几个人能想到 二十二年之后 百万雄师过大将 但每一个资源留下来的人 从朱德身上都感染到革命 一定胜利的信念 我们从来不反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但从来不能排除 关键时刻 领导者意志是中流砥柱 没有中流砥柱 只能随波逐流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企业领导人 哪一个能想到 起义过程中 没有担负主要领导 不是开露先锋 就是殿后 一直在打杂的这个朱德 最后竟然是他 收拢南昌企残部 坚持斗争 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人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贤 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 排列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 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 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素裕 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为800人的队伍里面 这800人 这800人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 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 解放战争战绩最大的两大战场 以国民党决战的东北战场 主将林彪 华东战场主将陈素 1927年10月都站在800人的队伍里面 将军怎么选的 只能在这800人中选了 战争选择 历史机遇的选择 重大事件的选择 这是真正的将军 建国以后 谭正林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 谭正林同志有点回忆 谭正林同志不是南昌起义的 是毛主席领导的秋秋起义的 谭正林同志讲 他说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 拉上井冈山 而我们井冈山只有秋秋起义队伍 很难坚持下去 秋秋起义 湖南的农军 流洋的学生 安援的矿工 战斗力很弱 上了井冈山 以井冈山的山带网 往左原文采的队伍会合 战斗力依然很弱 都山带网队伍 那时候队伍很弱 谭正林同志回忆 我们当年在井冈山 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 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 只好退守山上 平显去守 让他们攻不上来 南昌起的队伍到了 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 士兵清一色 北伐铁军的队伍 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18个集团军 你看陆军集团军中 头等作战主力 一查军史都能查到 井冈山17 红四军28团 就南昌起的家庭 至今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记载 八一南昌起队伍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能够保存下来 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 做出重大贡献 这是朱德标柄千秋的 建军功劳 为什么叫猪毛红军 而不叫毛猪红军 战斗力主要来源 这是历史机遇锻造的 我说我们有句老话 叫人的一生纵然漫长 但是关键时刻只有几步 你看当年 以朱德并肩在三合霸指挥的 二蜀式市长 他当年地位于朱德一样 但他当年在天津委 整编之前他走掉 二蜀式市长 市长党代表都走了 1955年 授钱 鉴于二蜀式市长 资格甚老 是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 液挺装甲团的 液挺装甲团的 铁甲团的参谋长 资格非常老 1955年 也给他授钱上将 但是你当二蜀式市长 以你并肩指挥的朱德 共和国第一元帅 你二蜀式市长 二蜀式手下的连长林彪 共和国第三元帅 二蜀式下面的政治指导员 陈毅 共和国第六元帅 二蜀式下面的班长 你是市长 他才是班长 素育 共和国第一大将 军衔都超过你 不是什么复杂深刻的道理 就是简单一句话 关键时刻 你走掉了 他们没走 他们留下来 成为了队伍的终结 这就是自觉 谁不知朱德这么干了 哪级组织要求他 当时组织的要求 分散突围 朱德坚决留下来 把这只残命败将 变成了一会儿燎原的火种 我说朱德当时要散掉 这八百多人都散掉 中国革命不知道怎么样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这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所以人在历史机遇面 凭什么呢 就是这种自觉 你有没有自觉 就像科劳塞克斯讲的一样 面对战争中的不可预见性 优秀指挥员必备的两大要素 第一 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 第二 敢于跟随这线微光前进的勇气 第一 可能来自智慧 第二 来自意志 指挥员有没有是智慧 大家都觉得不行了 都失败了 我觉得能搞成 大家都觉得万念俱灰了 我告诉他们是有限光明 一气前进 我说呢 你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一批将军 像朱德克斯讲的 完全符合这样领导人的条件 这批人就凭借这种自觉 所以决胜的需要坚如磐石的信念 胜利怎么来的 这种信念产生自觉 第二 我们讲了 信念产生专注 为什么出现这种智商高的兴趣飘移 智力的不稳定性 他不专注 为什么激光有能量 他专注聚焦 我这给大家举两个 你看专注军人的例子 有句话 一个人寄生见一百所大学 学到的也只是工具而非人生 工具没有品格 也不会给人带来品格 而要做 然后人做的每一件事 都离不开品格 你这种专注 就是一种当将军的 当高级指挥员的 非常好的品格 专注 我这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德军名将施力分 一战 德军作战失败了 德军后来检讨 就因为施力分死得早了 1913年死了 1914年 一战爆发 施力分反复讲施力分计划 注意右翼 一定要注意右翼 结果最后出问题 就是右翼 夸掉了 一战的失败 德军非常可惜 哎呀 施力分死了 施力分这种专注 某次搭乘火车旅行 副官为了打破旅途的沉迹 谈起车外山川景色 如何美丽 施力分的唯一答复 微不足道的障碍 他哪有心思旅游啊 他看的都是军队能穿越 这都是障碍 山川都是障碍 这是军人 你看他这个专注 心无旁骛 按照我们中国话叫 中国话叫 泰山崩于泉而色不变 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 这种专注 我们战争年代 肃裕 肃裕是我军 指挥作战成效最高的将领 你看肃裕这种专注 我们不说肃裕战争年代 这个专注了 战争年代 这个专注看地脱 指挥作战 那都是很有名的 你和平时期的专注 胜利了 进城了 繁华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 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么攻占 那个要点怎么固守 和平生活几十年 每晚就起 都把衣服写瓦仔细放好 一旦有事 随时摸到 生命垂危 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 还要求按照军队条令 把衬衣毛衣 整整齐齐扎进裤腰 肃瑜的保健医 曾医生 跟我们非常熟 是个福建人 他跟我讲 哎呀 肃瑜是老将军 一定要扎进去 军队条令 这种军人的专注 其实肃瑜呢 57年批判教教主义以后 他就闲置了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是个闲置 不让你视察部队 不让你指挥部队 战争没你的事了 一般人就游山玩水 他没有 还在准备 就是不是说 让你当了高职 你有这个责任 已经解除这责任 总参部长被撤职 担了很多 不平等的罪名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院长叶剑英 军事科学院 就是研究军事学术的 没有作战指挥权 而且通知肃瑜 不要视察部队 部队指挥医你 无关 完全无关 就那专注 就是这样 真正有战争 胜利是这样的人 没有战争 悲剧了吗 就觉得你还不如 像一个正常人 那么过得多 多舒服呢 但是军人这种专注 这种使命感 贯彻众生 不是强制的要求 因形成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本性 所以我们讲 信念产生专注 第三 我想信念产生气盛 什么叫气盛呢 这就是乡军汉将 胡林义讲的 胡林义讲 兵士毕竟归于豪杰一流 气不胜者 欲试而气先设 而木先讨 而心先谣 平时一一秉承 奉命为谨 临大难而忠无主 其实力既顿 其胆力必减 故可忧之大义 一帮的人平常很不错 唯命是从 非常听话 非常顺 但是不能当大士 一旦大士 守租无作 气不胜 所以 胡林义非常强调 一定要气盛 气盛是什么呢 就是 我在那个新胜利讲的 战胜对手有两次 第一次在内心中 气盛 第二次在使命场上 我内心先胜利了 气盛 我们讲的气盛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 非常经典的例子 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战役 完全是个下级指挥员 推动高层改变主意 不是来自于高层的英明决策 英明指示 因为海南岛战役发起以前 我们两次吃亏 第三野人军攻击金门实力 三个团上去无意返回 九千多人全部无声 第三野人军第二次攻击登部岛实力 将近一千人一个回来没有 两次攻击实力 我们才知道打海岛之不好打 三野两次打海岛实力 四野打海南岛 当时毛泽东在苏联访问 毛泽东1950年1月10号 从苏联发回电报 争取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 原来要春季以前解放海南岛 现在开了不行 渡海作战 以内陆作战不一样 两次都吃亏了 要准备好船作战推迟 但是春夏两季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发生了 我们在朝鲜战争之前 如果不打下海南岛 美军部不仅隔断台湾海峡 还要隔断穷州海峡 我们今天面临 可能首要不是台湾问题 是海南岛问题呢 当年我们非常显 谁知道朝鲜战争 6月25号要爆发 谁都不知道 毛泽东1950年5月 金城访华 我们才知道 他要在朝鲜动手 当时毛泽东讲 金城讲 斯大林已经同意了 我们要干 毛泽东原来跟金城 达成妥协 我们解决完 我们的问题 我们才能解决你 我们把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都解决 我们才能支援你 解决 没有解决 不能帮助你 金城来讲 斯大林同意了 毛泽东让周恩来 与斯大林会谈 把他稳住 赶紧通知苏联 驻华大使 说是金城讲 菲利波夫同意了 菲利波夫是同意了 菲利波夫是发电报 这样来往的代码 斯大林 毛泽东怀疑 是斯大林同意了 苏方回电 金城讲的是正确的 我们这才知道 斯大林同意 同意了 知道他要动手 什么时候动手 我们还不知道 6月20号打起来 毛泽东主义 从法新社电讯看见的 他没跟我们说 所以我们当时不知道 6月份要爆发 朝鲜战争 所以毛泽东只是下达了 海南岛作战计划推迟 广州军政委员会 2月1号 叶帅 叶建英元帅 召集广州军政委员会 战役发起实验 推迟6月份 6月份 朝鲜战争爆发 推迟6月份 我们就完了 然后负责 解放海南岛的 第13兵团 15兵团 制军委 2月9号制军委 以争取1950年 完成任务为原则 就认为6月份都不行 50年底以前 能完成就不错 还要推迟 那就彻底的完了 2月9号 15兵团给军委 发了个电报 我们的意见 以购买登陆艇为好 争取买100艘 可能 则买200艘 每艘平均20万港元 供需4000万港元 这些 渡海作战为新问题 困难很多 但还有办法 目前主要是钱的问题 寒鲜储的重大贡献 就不是钱的问题 是意志问题 15兵团 下指挥两个军 李作鹏的43军 寒鲜储的40军 两个军负责解放海南岛 2月1号会议 2月9号会议 广州军政委员会 和兵团的会议 李作鹏回去 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 原原本本传达到 团一项主观 登陆作战 推迟 寒鲜储回去 违反规定不传达 不告诉他们 让他们继续准备 不告诉他们战役发起人 就在兵团 发出了认为 目前主要是钱的问题 主要是登陆艇的问题之后 3月20号 海岩储 制事务兵团 及四野司令部 主力登陆作战 估计五大问题 可以打 能打下来 这电报推不动啊 上面 莫斯科的毛主席 武汉的林彪 广州的叶剑英 还有广州的邓华 四级首长 你是个军长 你下面还有四级兵团 广州军政委员会 然后四野指挥部和军委 还有四级 你哪推得动啊 所以电报上去 石身大海 没人理 3月31号 海岩储 以四十军党委 制事务兵团 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 已经成熟 可以干了 继续没人理 4月初 连军政委 都不跟海岩储联署了 再联署的话 就是弄了 就说这个几次建议 不符合上面的要求 怕上面不满意了 海岩储 个人制事务兵团 四野和军委 要求立即发起 海南岛战役 如四十三军 未准备好 院帅四十军主力 渡海作战 我一军打下来 气盛啊 就海岩储 你看 海岩储这个电报 他最想什么 他其实越过了十五兵团 他越急 越急 本级很不高兴的 他向武汉的林彪 和北京的毛主席报告 要打 海岩储讲 我就把定一条 四月份的季风一旦过 再打海南岛是九月份了 九月份季风那可以 四月到九月 毛主席都不知道 超越战争要爆发 海岩储知道 他更不知道 他说呢 四月到九月 隔了半年多 夜长梦多 不如及早行动为好 你说海岩储这么干 他是在四十军将士 全部都欢呼缺悦 拥护 韩军长这么干吗 没有的 真正的精彩的决策 都带有一意孤行的特质 四十军的人 都在发牢草 都在讲什么呢 海岩储兼的十五兵团副司令 你说韩副司令 你当着你副司令 好好的 你兼什么四十军军长啊 你兼军长 我们这回真的跟你革命到底了 革命到海底去了 四十军 四十三军都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 从东北打过来的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别的部队都转入地方了 当乡长的 当镇长的 和平生活 娶老婆生孩子 都在干这个了 我们还在打仗 谁都不想牺牲在黎明前牺牲了 新中国的成立 我死了 谁都不愿意 说我革命到海底了 当时部队的动摇 发生到什么地步 官兵宴战 四十军军长 四十军军参谋长宁建文自伤 他搬了个大石头 把自己脚给砸伤 他说是特务大的 因为他看见了毛主席的电报 毛主席的电报 批评三野 攻占金门失利 三个团上去 没有一个失的指挥所上去 绝对不行 说三野很大的失招 导致三个团在岛上 互相各自为战 没有统议指挥 据说 毛泽东的要求四野攻击海南岛 第一波 军指挥班子碧玉的上去 宁建文作为四十军参谋长 一喊军长 韩燕楚积极求战 毛主席要求军指挥班子 碧玉上岛 谁上啊 肯定我上啊 他不想上啊 他不想吸引在黎明前的时刻 他哪个事都把自己搅砸了 把宁建文的警委员叫来审 警委员保证首长不被特务打伤 但首长怎么受伤的 我不知道 我保证不是特务 那保证不是特务打伤 怎么受伤不知道 宁建文1955年受贤上校 少将是没问题的 军参谋长 撤出四十军参谋长事务 临阵撤职 部队大战在即 不是说个个都跃跃欲试 不是这样的问题 韩恩处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连续向军委请战 四月十号 中央军委下达大举强斗作战命令 林彪批示 按先祖同志意见办 毛主席同意 开始 四十三军李作鹏叫呼不迭 前脚刚刚推通知部队 战役发起时间推迟 现在要打起来了 部队来不及收拢 所以当 四月十六号 海南岛战役发起 四十三军一个军 只有一个半团登陆 四十军六个团登陆 韩恩处事先没有传达 战役发起时间推迟 违反组织规定 但是他做好了准备 六个团登岛 第一波登岛 韩恩处第一波上岛 军主管韩恩处 正宫主管挑一个人 韩恩处说那一瞬间 军党委会非常失望 都是跟着我从长白山打过来的 都是一帮勇将 在党委会上 韩恩处的眼睛看到哪里 把脑袋抵下去 目光都躲着他 都不跟他目光相视 没人报名 第一波 没人报名 韩恩处那一瞬间特别伤心 一瞬之间 多年共生死战友 我不认识他们 大战生死考验面前 我不认识他们 上岛 军政主管第一韩恩处 军事主管韩恩处军长 政治主管 只找着了118师 政治部主任 刘振华 你看这一瞬到 是政治部主任 刘振华上岛 是前面偷渡 刘振华已经上去了 刘振华上岛的那波 前面已经有人上岛了 下波上岛是一个家乡团 登陆 一定要有个师级干部指挥 上岛 118师讨论 谁带领这个家乡团上岛 都不报名 都不坑气 刘振华刚提 是政治部主任 最年轻 你得去 你刚提 你得去 刘振华说行 我去 刘振华去 刘振华登岛的时候 他出来 这都是真实情况 这真实情况 你看军事都看不出来 你看都看不出来 军事都是 中央军委指挥正确 前方部队部署得当 部队作战勇敢 你看的都是这个 但真正军事发生的时候 刘振华那天 就率领这个家乡团登岛上 他老婆追着出来骂呀 他夫人追出来 说你们都是军事主观 你们让我们老刘去送死 刘振华大骂他老婆 你给我滚回去 双方在那大骂 刘振华他老婆说 老刘老刘 你再也回不来了 一去不回 伤心 这是大战在即的真实态势 海南岛4月16日发生 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第七舰队 隔断台湾海峡 你看海建筑 立的大功 他这种功 我们真正登岛的时候 军委下达大举强度作战命令 4月16号海南岛战一开始 包括四十军 没人动摇 没有人动摇 有的副市长 有的团的副政委 就说上船了 登船马上走 我下去方便一下 人没有了 开船的时候人没回来 好几个主观 但是最后海南岛解放了 刘颖照相 全在里面 第一波解放海南岛 全在里面 四十军的118师的市长 邓岳也是个战将 他非常久 我不跟他们照相 他们作战都不来 解放都来了 都照相 我不照 真正我不照 邓岳他不照相 海昕处说老邓 照相照相 胜利了 大家都高兴 来照相照相 海昕处不管那么多 胜利了 胜利果实 大家分享 我不计较 当年谁确证 反正我们胜利了 胜利是共同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战将 林彪后来讲了句话 战术有千百条 头一条就是肯打 离开了肯打 全是白扯 全是玩概念 概念可以变得非常好 一定要肯打 我说你看他非常简洁 这个理论就是在他彻底肯打 海昕处 我就经常讲 我说中国革命造就了 海昕处 这代战将 这代战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习性 我说你看大家看 海昕处的样子 你把军装以摘就典型的老农民 大字不识几个 放牛娃出身 中国革命改造了他 他也改造了中国革命 中华民族的气质 1946年 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开创东北战场 迫使敌军一个师战场起 海昕处 1946年10月 新开领战役 开创东北战场 一仗全天敌军一个师 他不是一次两次打得好 他是连续的战场 感觉特别好 天生为战争而生的人 所以李英龙的原型 什么王进山 什么中卫 那些原型 都是我都觉得草莽有余 而且战绩其实不足的 比海昕处差得太远 许氏又将打一辈子仗 最佩服就是这个人 海昕处 作战效能非常高 新开领战役 他是纵队副司令 把国民党军25师 赵子龙师围住了 刚围住 敌人上把我们围住了 你不迅速把他吃掉 就终于一看 你就完了 纵队司令的下命令撤 海昕处一个副司令 帽子往底里甩 要撤你们撤 老子不撤 打在这儿 能打下来一定打死 纵队司令的要撤 他副司令不撤 结果最后是副司令 当了司令的下 硬把25师全部吃掉 就成为我们开创东北战场 一仗全间敌人 一个式的战略 就最后的决心 在于几分钟的坚持 他坚持下来 1947年四保临江 开创一仗全间敌人 一个金月师又一个团 1947年冬季作战七夕维员部 他这个七夕维员部 开创长途奔袭敌人战略 至今是国防大学战役教学的战力 经久不甩 打得非常巧 绕过敌人的重兵吞手 直接扑指挥部 把指挥部打掉了 回身再把三个团吃掉 完全不是说减弱的打 减着好打的打的不是的 首先打敌人最合金的地方 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斩首行动 当然没有那个技术条件 但他就是说 海严处亲自看法弄路 大车能不能通过 山炮能不能拉过去 看 就直接通过去把对方指挥部打掉 再回来 1948年49年 参加辽审平津恒宝 两广战役 1950年 推动海南岛战役提前发动 率先登岛 就这个刚刚讲的 1951年1月 指挥志愿军三个军 突破三八线 占领汉城 微信上不是有过那个段子吗 说有个老头到汉城 说弄签证 说你来过吗 他来过 以前来过 以前来过没签证 怎么没签证 老子以前就来过 他指的就就就就这事情 而且当时 海严处指挥那个三个军啊 他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沃克很猛的将领啊 第八集团军司令 欧洲战场第四装甲军军长 以凶猛强悍出名 被称为公式权威 具有猛狗的称号 巴顿特别欣赏了将领 1950年12月23日 在我志愿军第38军猛烈追击下 翻车身亡 李其薇取代他 上来了 李其薇上来 叫他沃克 韩仙楚在我军高级将领中 作战效能是首屈一指 后来 毛泽东把他指派为 福州军区司令 面对台湾 福州军区部队都是三野的部队 28军 29军 31军 韩仙楚不愿去 毛主席说 你必须当福州司令 一定要让台湾当面看看 当年打海南岛那个人 先当司令来了 什么叫威慑 不仅兵器啊 指挥员也是威慑 这个人来了 你得小心点 后来很多人 我觉得韩仙楚 你看他 你把军装 军帽有点其貌不扬 他最近 他的孩子在他的家乡 红安县 做了很好的陵墓 我觉得不太好 我说你们这个陵墓啊 这雕像太美化他了 不像他了 他就是长得挺丑的 但是作战效能特别高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看他美化了 外星人美化了 我说你看他 完全不一样 好多记者采访他 问他 韩仙楚 你的作战要诀是什么 你作战经验是什么 韩仙楚讲 我作战经验就一句话 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终身作战经验就这句话 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他们小看我了 我让他们知道 知道我的厉害 我觉得 这就是呢 我们讲到的将军 我们讲到的这些 将军的产生 我们讲到的这些人物 我觉得就像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你看孙子兵法 我觉得就像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你看孙子兵法 讲圣的问题 孙子怎么讲圣的 只可以战 以不可以战者 圣 十重寡之用者 圣 上下同欲者 圣 以欲代不欲者 圣 将能而均不欲者 圣 要注意到 将能而均不欲者 圣 不是一切行动 听指挥 圣 这不是这样的 此无者 至圣之道也 故曰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觉得这就是将 这就是为将的 至圣之道 将 必须得胜 将 必须得知道 可以战 也不可以战 必须实重寡 必须上下同欲 必须以欲 带不欲 而且必须 将能而均不欲 此无者 至圣之道 也 我觉得从我今天看 不管对我们军队的企业 都非常有启发 当然了 我今天课 要点超时 主要就讲到这了 你的 全球的 对技术掌握 其实 已经 有点 慢慢近似于什么呢 就一个民族 需要图腾的 需要符号的 华为 有可能成为 这样一种符号 我觉得这是 你们最大的意义 当 大家都在忙着 拓展市场 铺设网络 把我通道 把我市场 把我终端 大家忙的时候 我说有个非常大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 可能是大家 整天忙一整天的时候 就说呢 就像是 就像是前面 那个谁讲的 前面那个 斐特列大帝讲的 大家都在泥脑里 铺腾的时候 忘记了伟大的目标 毛泽东讲句话 194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即将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 历史性的转折 即将出现 毛泽东在1947年 10月份 连问了四个 敢不敢 他说我们长期 在农村打游击 我们敢不敢 进攻打城市 进去之后 敢不敢守住他 敢不敢打正规战 攻坚战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要吃 要穿 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共产党 敢不敢负取责任来 我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现在到了 夺取城市这一刻 我们敢不敢夺取城市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负取责任来 敢不敢把城市的水 电器 粮食供应 交通 全部都包下来 你敢不敢负取责任来 连门四个敢不敢 我觉得就当物质条件 发展到这步了以后 这就是一个气盛的问题 就像是我刚刚参加完 华为的年会 我看见任总在 1月13号的讲话 也讲了这个 敢不敢的这个问题 这话叫 我们要敢于 在这个战略机会窗 开启的时期 聚焦力量 密集投资 饱和 饱和攻击 铺上去 撕开塌 纵身发展 横向扩张 我们的战略目的 就是高水平的 把管道平台做大 做强 敢不敢 做大做强 最后一句话 就是毛泽东讲的 中国应当对人类 有较大贡献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探索 我就是最终目的 华为的奋斗 华为的业绩 华为的所有成长 其实最后 在奋斗的过程中 已经成为了一种什么呢 一种国家民族的东西 那么成为一种 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 超市不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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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